第七百八十集 火锅 李宁 开饭了 想喝点什么 白的还是红的 我要喝香槟 你不行 除了牛奶 什么都不能喝 抗疫 抗疫无效 听话 乖 话落 就看到李宁蹭了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 面无表情地走到餐桌前坐下 喝红酒 红酒啊 沈欣 帮忙开一瓶 好嘞 沈欣把底锅放下 擦了擦手招呼道 大龙 你怎么不坐呀 客气啥呀 张大龙默默地扭过头 心道 你们都眼瞎吗 没看到这个男人快爆炸了吗 他要敢坐下呢 坐 李宁一记眼刀丢过去 张大龙哼了一声 屁股一挪 坐到安芝边上 赫瑞文家的桌子是长方形的 主位上坐了赫瑞文 利宁坐一边 另一边挤了三个人 安芝 沈欣和张大龙 显得形单影之的利宁同学 默默地把拳举到了嘴唇 咳嗽了几声 张大龙同学也不傻 面对暴君的威胁 往安芝那边靠了靠 酒道上 火锅煮开 香味四溢 安芝手里拿着牛奶站起来 开饭之前呢 我宣布一件事情 我跟范子又 分手了 利宁脸色立刻有些松了下来 怪不得没看到这个人 原来是分手了 分手好啊 他配不让你 那 是不是别人都有机会了 你想追我吗 赫瑞文目光轻轻逆了利宁一眼 安安 你没看出来吗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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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欣这个傻小子 诧异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男未婚女未嫁 你们什么你们 你也是有机会追的 沈警官 赫瑞文说这话的时候 死死地盯住了沈欣的脸 沈欣挠了挠头 红着脸磕磕巴巴地说 我可配不上 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好 你这么没自信 可是要打一辈子光棍的 光棍有什么不好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小心憋死你 饭桌上顿时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视线 齐刷刷地看向某个 语出惊人的人 张大龙傲娇地抬抬下巴 干什么这么看着我 我说错了吗 阴阳调和才是王道 同志们 吃饭 丽宁怒吼一声 放在桌下的拳头 转得发疼 安芝被他这一声吼吓了一大跳 脸色有些发白 就连嘴唇也不见一点血色 夹起羊肉往锅里涮 丽宁目光在他唇上扫过 立刻放缓了声音 我午饭都没吃 饿死了 哪那么多废话呀 那就多吃点 安芝把涮熟的肉放进他的碗里 利宁愣愣愣 平淡地点了个头 客客气气道 谢谢 不用客气 安芝 你也多吃点 羊肉补鸡呢 贺瑞文把上好的肉夹过去 眼神里尽是温柔 谢谢 咱们之间还客气着啊 你还想吃什么 我帮你算 牛肉要不要 好啊 鸭血呢 要 牛奶够不够 不够我再去拿一瓶 我还没有喝完呢 哎 牛肉好了 小心烫啊 吹一吹再吃 嗯哼 张大龙看着一旁 脸黑成炭的利宁 赶紧塞了一筷子羊肉 放进嘴里 算了 我还是用吃的堵住我的嘴 这样活得比较长一点 安芝 下面你有什么打算吗 老妈子沈欣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操心 安芝咬着筷子 目光看着面前的男人笑笑 嗯 还没有打算 可能会去非洲旅行一趟吧 然后回美国 利宁猛地抬起头 正好对上女人向她看过来的视线 她心底微妙地抽了一下 你的身体似乎不太适合到非洲去吧 为了让自己的话听上去不那么温柔 她又补了一句 别作死 你怎么知道我在作死 我随口说说她 你要真作死 谁也拦不住 安芝苦笑了一下 向赫瑞文投去目光 别怕 大不了 我关了证所 陪你去 哼 利宁连做都没做 打了个招呼就离开 沈欣又被局里的连环夺命坑给叫走了 屋里安静下来 赫瑞文给安芝倒了杯牛奶 两人站在阳台上吹风 看出什么了 这家伙一个晚上 眉头就没有松开过 还有吗 你没发现 她整个人绷得有些匪夷所思吗 安芝骤然睁大眼睛 她感觉到了 不光是她脸上的线条 还有身体的肌肉 都绷得特别紧 像是如临大敌一样 她满心戒备 戒备谁啊 这里谁是她的敌人 安芝 你有戏 只不过这个男人藏得太深了 深到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 她为什么要藏呢 瑞文 谁知道 别急 过两天咱们再试试 总有办法试出她的真心来 安芝深深地烫了口气 原来 不知不觉中 那男人在她的心上 种下一颗种子 已经长成了她 看不破的心魔 她其实心里 还有另一个心魔 就是自己的缺陷 赫瑞文说得对 她对自己的缺陷 看着不在意 其实是自卑到了极点 不过是掩盖得好而已 这些年 她一直苦苦地挣扎着 坚强着 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然而 这些东西在爱情面前 被积得一文不值 她在意自己的缺陷吗 是不是因为在意 所以她就不喜欢了 爱情啊 在外人面前有多自负 在那人面前 就有多自卑 对了 朱青的养母 我找到了 安智猛地睁大了眼睛 眼里的光 有些冷 第七百八十一集 半君如半虎 夜风吹上来 利宁身上的躁动 不仅没有退去 反而有点变本加厉 昌大龙 我们不回家 去会所的拳台 小宁宁 是这样的 我大龙哥 已经告别拳台很多年了 咱们能换个娱乐方式吗 比如 玩王者荣耀 利宁把身体凑过去 直勾勾地看着他不说话 靠 龙哥怕了你 利宁方向盘一扭 冲进夜色里 张大龙一上拳台 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什么娘炮 什么傲娇 统统变成了杀气 只可惜 利宁的杀气 重他十倍 几个回合后 张大龙变成了一条死龙 四仰八叉地躺在拳台上 喘着粗气 死小宁 你他娘的出手 能不能轻点啊 我快被你打死了 利宁露出一个 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冲一旁的拳击教练 勾了勾手 又抬起一脚 把张死龙踢到台上 开始了新一轮的蹂躏 半君如半虎 我看 我儿早点回日本算了 还能捞回一条小命 利宁发泄完 开车回到别墅 客厅的小灯开着 蒋叶坐在沙发上等他 利宁先是一愣 出于愧疚 他难得地解释了一句 去和大龙打拳了 你怎么还不睡 一定有个应酬 能陪我去吗 利宁目光往旁边转去 张大龙鼻子里 呼出一股冷气 扭腰上楼 想都别想 今天这顿饭 龙爷已经受够了 帝都的人很能喝酒 我不是很习惯 所以才想找个人陪着 算我求你 行吗 拒绝的话 在喉咙里打了个滚 到底没有说出来 行 利宁应了一句 扭头就走 蒋叶看着他挺拔的背影 唇边勾起笑 这个男人 看着冷酷无情 实际上 你只要稍稍地试一下弱 他就会妥协 看来以前 自己是真的用错方法 乖叫出 灰狼走出来 压低了声音 江小姐 明天那顿饭 好好吃 谢谢你 灰狼 吃饭的地点 在红月楼 这是一家精致的杭帮菜 分上下两层 利宁和蒋叶 进了二楼临窗的包间 餐桌上 已经做了五六个 西装笔挺的中年人 看着书卷气十足 像是公纸 蒋叶依依介绍 在听到面前的利先生 是陆家夫人的侄子时 这些人的脸色突然变了 原来您就是利先生啊 实敬 实敬 酒养大名 今天能和利先生喝酒 真是三生有幸 利先生真是年轻又为啊 请帮我向陆老先生问候 我祝老先生寿笔南山 福如东海 利宁懒得和这些人应酬 服务员 上菜 顺便把窗户打开一下 偷偷气 蒋叶深深看了利宁一眼 扭过头 轻轻笑了一下 在座的男士都抽烟 他是不抽的 他让服务员把窗户打开 一定是因为他 就在窗户打开的同时 赫瑞文和安芝 并肩走到饭店门口 安芝 那个女人就在这里做财务 我查了她过往的经历 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 二十年的诉讼期很快就到了 那本日记本 不足以构成重要证据 如果她不亲口承认的话 我们拿她没办法 也许会败诉 安芝笑了下 直接往里面冲 赫瑞文一把拉住 你确定要面对面杠上吗 不用些别的办法 安芝掏出手机 打开录音键 我先去试试 你等着 好 自己小心 安芝走进饭店 请问 罗小英在吗 她就上班 你找的有事吗 有事 麻烦你喊她一下 安芝掏出一百块钱小费 塞到服务员手里 服务员眼前一亮 立刻颠颠地跑去叫人 片刻后 一个打扮时髦的中年女人走出来 小缠 谁找我 我找你 罗小英看着面前的漂亮女人 总感觉到有些面熟 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你是哪位 出来 我告诉你 安芝黑眸一闪 率先推门走出去 罗小英见这个女人气势十足 猜不出对方的来头 也跟了出去 两人站定 安芝压住心头的怒火 你还记得我吗 罗小英 你是 安芝 是你 罗小英脸色陡然大变 叫下一时地往后退了几步 一脸的戒备 这女人 现在能听到她说的话了吗 不对啊 她不是聋哑人吗 你找我什么事啊 你知道 朱青会什么要自杀吗 罗小英立刻换了一张脸 伤心欲绝道 被女朋友抛弃了 这孩子那一项 什么事都不和我说 一是想不通就死了 是吗 难道不是因为你纠缠吗 喂 兴安的 你可不能满嘴喷风啊 脏水往我头上扑 她是我儿子 我怎么可能 不可能吗 她在日记本上都承认了 就是你侵犯她 哎呦 我的老天爷 罗小英一拍大腿 指着安芝就破口大骂 服务员 把窗户关上 外面太吵了 是的 小姐 就在服务员 关上窗户的那一瞬间 丽宁突然听到 一声熟悉的声音 等一下 她起身 走到窗户边 探出头看了一眼 上一秒 嘴角还有一点弧度 下一秒 眼神就要杀人 服务员吓得一个哆嗦 先生 这 这窗户 关了 不好意思 我去趟洗手间 一会就来 蒋业正要说话 身边一个男人 端着酒杯进过来 蒋小姐 我们喝一杯 谢谢你投资 我们工业园的项目 声音消失在门背后 丽宁走出包间 一抬头 看到灰狼 正垂手站立着 灰狼抬头 见识他家少爷 少爷 去哪里 去卫生间 你进去帮蒋业喝几杯 省得别人灌他酒 是 灰狼目送少爷离开 恰好这时 一个副生端着菜过来 他心下一动 服务员 厕所在什么地方 副生指了指和 丽宁相反的方向 先生 走到头就涮 谢谢 灰狼嘴角 略过一丝 连他自己都没有 察觉的冷笑 第七百八十二集 在哪里 安芝学过淳语 却从来没有学过 泼妇骂街的那些个脏话 但事情女人的嘴里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她骂不出的 安芝看着那女人的嘴 一张一息动个不停 却一句话也没读明白 罗小英一看安芝满脸茫然 见过世面的她 顿时明白过来 这女人还是听不见 只不过会读淳语罢了 这一下她更来劲了 你这个笼子 自己花痴喜欢我儿子 抖不到就来倒打一耙 你要不要脸呢 我告诉你 我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想诬陷老娘我 门都没有 笼子残废残废笼子 安芝什么话都没读明白 唯独独明白了笼子两个字 白皙修长的手指 死死钻成拳头 眼睛里是怎么都压制不住的阴冷 赫瑞文正要冲过去 只见一道白色的身影 抢在了前面 一拳把罗小英打倒在地 安芝抬头 见是丽宁 整个人都目在了那里 丽宁拍拍手 走到罗小英面前 居高临下道 我不打女人 但欠揍的女人 照打不悟 你 你 罗小英嘴里不停地冒着血 刚刚一拳 把她的两颗门牙打掉了 她好痛啊 这又是什么人 怎么一言不发就打人 有没有天理 有没有王法 丽宁扭过头 正正在发呆的赫瑞文冷笑道 发什么胆 把人带回去 一个大男人 看着自己朋友被人欺负 也不出手 你感性算了 赫瑞文倒是想呢 骂完这一个 丽宁又把目光对准了安芝 安芝感觉 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又从嗓子眼里 被人一把推回了腹中 砸得她胸口疼 丽宁深吸了口气 回家 别跟这种泼妇纠缠 谢 话刚开了个头 丽宁突然不耐烦地 吼了一声 还不回去 还等留下过年啊 男人两条好看的眉头 皱成一团 眼里都是愤怒 安芝咬咬牙 扭头就走 赫瑞文忙要追上去 却被丽宁一把揪住 这女人是什么人 找到什么事 赫瑞文看着安芝 渐行渐远的背影 急到 微信发给你 我先去追她 丽宁看着赫瑞文 急急地追上去 心里更暴躁了 刚刚 是不是吼得太大声了一点 她的眼里 一闪而过的 是泪水吗 该死的 就不能控制一下 自己的脾气吗 几分钟后 手机嗡的一声响 她打开来一看 眼神顿时冷沉下来 呦 这女人还是朱青的养母啊 有点意思了 罗小英 看着这个浑身 充满煞气的男人 瑟瑟发抖 滚 罗小英如萌大赦 捂着满口流血的嘴 飞快地滚了 丽宁这才掏出手机 拨了鬼老三的电话 顾老三 帮我做件事情 安芝没有搭车 就漫无目的地 走在帝都的大街上 午后的夏天 太阳直射着 行人已经很少了 她眼神迷茫 似乎也不知道要去哪儿 赫瑞文发完消息 冲过去拍拍她的肩 要不要找个地方 喝杯咖啡 赫瑞文 从前我觉得 我挺洒脱啊 怎么现在变得 患得患失了 一点都不像以前 我也一样 咱们两个半斤八两 谁也没有比谁好 走 请我整身喝茶 我有个预感 晚上会有些惊喜 在等着你 什么惊喜啊 请别急 晚上再说 两人在诊室 混了一个下午 傍晚找了家 干净的饭店吃饭 刚吃完 安芝的手机响了起来 赫瑞文一看 屏幕上的名字 笑眯眯道 安芝 也许是惊喜来了 快接吧 阿别 等一下再见 去外面 别说和我在一起 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别问 照我说的去做 别在光亮底下 大暗一点的地方 于是 丽宁打开视频 就看到 安芝站在阴影里 风吹得他头发 有点乱 眼眶 似乎还有点红 他待了两秒钟 才反应 慢慢拍得到 你在哪里 安芝自己也说不好 这地方是 赫瑞文带他来的 他还真不知道地名 抬头 仔细辨认了一下 街道的名称 才大概说出了 自己的位置 这幅样子 落在丽宁的视线里 简直让他抓心挠肺 等着 我马上过来 安芝挂完视频 一扭头 见赫瑞文就站在 他的身后 笑眯眯地看着他 我先回家了 有事打电话 对了 坐到路边台阶上去的 为什么要这样 这样 你看起来 才像只流浪狗啊 赫瑞文挥挥手 走向停车场 心里叹了口气 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 也能装一把流浪狗 让沈欣也同情一把 安芝很听话地 在路边坐着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后 一辆车 停在他的面前 丽宁从里面探出头 顿时 一个头变成了两个大 心里那个火呀 这女人 怎么跟个要饭的似的 上车 安芝挖了挖 坐麻的脚 爬上副驾驶位 双手抱着胸 缩着肩膀 把流浪狗的样子 做了个十成十 丽宁扭头看了他一眼 火又窜上了几分 又怕自己的态度 吓跑他 吃过饭了吗 吃 安芝正想回答 吃过了 一想到 如果这样说 流浪狗的形象就没了 于是 坚决地摇了摇头 利宁猛地一脚油门踩下去 五分钟后 就找了一家 看上去很高档的饭店 点了十几个菜 安芝沉默了一会儿 哦 你找我什么事啊 先吃饭 吃完饭再谈事情 利宁冷冷地看了服务员一眼 十分钟 菜都给上齐 服务员看着这个凶神恶煞的男人 吓得令眼睛都不敢直视 一溜烟跑出包间 催菜去了 很快 菜上起 利宁拿起筷子 把所有的菜都夹了一筷子 放到盘子里 端到安芝面前 统统吃完 刚吃饱饭 根本吃不下 安芝皱了下眉 浑身弥漫着 我没胃口的气场 利宁有些无奈地看着她 从口袋里掏出一只U盘递过去 这是什么 第七百八十三集 最后的试探 卢小英招供的话 你可以为朱卿报仇了 安芝塌下去的眉眼 瞬间扬了起来 这就是贺瑞文说的惊喜吗 如果是 那么这惊喜也太大了 关键问题是 她怎么知道的 又是怎么做到的 所有的问题 慢慢汇聚成一条主线 清晰明朗地 汇总到安芝的脑子里 她定定地看向利宁 吃饭 利宁闭开她的视线 冷冷地回了她两个字 安芝却像是突然开窍了似的 笑了笑 还是没有胃口 利宁默默地看了她一眼 心想 是不是自己太惯着她了 所以这女人才如此的有恃无恐 能让我陪着吃饭 你应该觉得幸福 然后多吃几口 确实很幸福 安芝暗暗地想 唇角却装作不以为然地翘翘 我还是吃不下 没让你都吃 挑喜欢吃的吃 我想吃鱼 但是 有刺 说完 安芝站了起来 我上个洗手间 走到卫生间 用冷水往自己脸上 泼了几下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她扑得笑了出来 这时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赫瑞文发来的消息 怎么样 惊喜拿到了吗 拿到了 说是 罗小英交代的录音 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汇报 现在啊 现在她请我吃饭 我在卫生间 安芝 我可以百分之一百地肯定 她对你有意思 这意思不是一点点 而是很多 如果你还是不确定的话 我再给你支个招 不用了 呃 我已经想到招了 安芝回到包间 一低头 发现自己的碗里 多了几块挑了刺的鱼肉 我让服务生把刺挑了 你可以吃了 一旁的服务生一愣 她什么时候做过这项工作了 先生 您这是在撒谎啊 一道锐利的视线看过来 服务生生生缩了下脖子 留下一句 我去给二位拿热毛巾 陶也似的走出了包间 安芝意味深长地笑笑 如今 她才算慢慢回过味来 利宁这个人有点轴 说好听点是大男子主意 说不好听点 就是有点轴 一根筋 好吧 既然你是一根筋 那么我就要看看 你这根筋里 到底藏的是什么 她吃了一口鱼肉 把筷子一放 我想喝点酒 利宁 让服务生开瓶白酒 你给我消停点 失恋了 连酒都不给喝吗 有这么做朋友的 利宁 利宁无语 她居然因为这一句话 耳根发热 安芝按下铃 服务员推门而入 小姐 您需要什么 开瓶酒 小姐想喝什么酒 你们这里醉裂的酒 好的 马上来 您稍等 利宁还没来得及阻止 服务员就眼上了门 很快 酒上来 安芝给自己倒了一杯 主动和利宁杯子里的茶碰了碰 利宁 这一杯 我敬你 无论你是出于同情也好 人道主义也好 愧疚也好 谢谢你 你路上照顾我 我先干为敬 利宁拿着酒杯 有点懵 安芝喝完 又迅速给自己倒了一杯 我向你表白的事 你不用放在心上的 做不成恋人 还可以做朋友们 我真的不是那种死心眼的人 有点 有点突如其来 措手不及 出乎意料 利宁不知道该怎么得体的应对 画 在他喉咙里打了个结 而且是 打了一个死结 这第三杯酒 谢谢你 他要道了罗小英的话 朱青是我的初恋 那时候我很自卑 连喜欢一个人都只敢偷偷喜欢 而且 我只敢喜欢和自己一样的人 那些健康的 阳光的男孩 我连看一眼都不敢 很没出血 是不是 利宁听着 居然有些怅然若失 知道我为什么和范子又分手吗 不是他不好 事实上 他对我很好 千亿百顺的 甚至也不在乎我是个残疾 安芝斜瞇着他一眼 下唇咬了起来 眼角眉烧 说不出的沮丧 可是 他哥哥对我说 希望我离开他 因为我是个残疾 很有可能会遗传下一代 下一代 你懂吗 利宁心里骂道 神的下一代 又真是那样 我一辈子把你当女儿宠 安芝伸出手 贴近他的脸 他用纸被蹭着他的下巴 从下巴慢慢挪蹭到侧脸 这个男人的胡子是刚刮的 却一点都不光滑 胡茶冒了出来 蹭着他的手背 有点痒 那天晚上 他的后背是粗力的砂石 胸前是这个男人的胡子 那种痛病快乐着的感觉 他这辈子都忘不掉 丽宁 其实我自己也感觉 我挺贱的 你都那样对我了 我还 对不起 人要犯起剑来 还真的是没有办法 对不住 安芝伸回手 嘴里折了一下 利宁头皮发麻 他死死地看着他的那只手 心想 为什么不在他的脸上 多逗留一会儿 他闭上了眼睛 挨了有十秒钟 才睁开眼睛道 安芝 我确实不喜欢你 正常啊 谁会喜欢我这样一个残废啊 我有自知之明的 安芝说这话的时候 眼里的泪光闪了一下 不想让泪流出来 他用力地眨了几下眼睛 本来他的眼窝就很深 这么一眨 双眼皮直接眨成了三层 显得格外深邃 利宁实在是看得头疼 好一会儿才有些艰难道 少喝点 让我尽兴吧 没有下一次了 来 为了健康 为了失恋 为了世界和平 干杯 又是一个满杯 安芝感觉头有些晕 他眉梢调了调 那种溶在骨穴里的性感又飘了出来 利宁的头更痛了 他对付得了任何人 唯独对付不了安芝 这女人就不能委婉点吗 非要把什么话都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她是痛快了 她是痛快了 自己呢 第七百八十四集 你怎么来了 利宁眉头皱了一下 安芝却笑了起来 眼珠子轻轻动了一下 嘀嘀地说 其实吧 我也可以考虑一下你的建议 退而求其次 做个床办吧 毕竟啊 你技术挺好的 利宁的眉头皱得更紧 可是 我还是愿意相信爱情 而且是 旗鼓相当的爱情 利宁 你说我会得到吗 我配得到吗 安芝深深地看着她 那一刻眼神的悲伤 仿佛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利宁这会儿心里 真的像开水滚了几滚一样 翻过来覆过去的难受 她知道 像安芝这样的女人极为高傲 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开口表白 她们是同一种人 人来人往中 只会一个人固执地等待或坚守 她们和人隔着千山万水 那么远的距离 但只要有一个人走进心里 那么 这辈子 也就这么一个人了 正想着 就听到 咚的一声 安芝一头栽倒在桌上 酒量这么浅 利宁叹了口气 先把酒杯拿走 随后俯下身 一只手勾住她的腿弯 小心翼翼地把人抱起来 这女人属于长手长腿的身形 可是分量却很轻 软绵绵的 褻缩在她怀里的样子 竟显得十分单薄 像是身上只有一副骨头架子 撑着那么一股子精气神 然后就横冲直撞 横冲直撞到 让她觉得可怜 傻子 我还没为一个女人打过黑拳呢 李先生 这是您的房卡 谢谢 房间在顶楼 总统套间 利宁把人放在床上 拿起被子 轻轻地给她搭在身上 然后起身烧热水 水开 把被子用热水烫一烫 加了点冷的矿泉水 自己先尝了一口 觉得温度合适 才把女人扶起来 让她靠在自己的胸膛 轻轻地掰开她的下巴 把水喂了进去 这些动作使她做惯了的 以前她毒发完了 总要喝一口温水 人才能舒服 安知下意识地喝了几口 唇边留了点水渍 她低头 温柔地将她唇边的水渍抹去 指尖蹭到女人的唇 忍不住停顿了一下 这女人的唇 可真柔软呢 温润地叫她心里一记 朝思暮想的人 就毫无知觉地 靠在她的怀里 利宁胸膛里的一颗心 忽然加了素 呼吸乱了起来 像是被什么蛊惑了似的 她低下头去 抬起安知的下巴 先是轻轻地啄了一下 似乎觉得不够 然后又慢慢地贴了上去 这一贴 她觉得整个灵魂 都仿佛在陷落一样 她心里叫嚣着 别有更多的渴望 手 却像是被本能驱使地 掐上她的腰肢 这一掐 她像是着了迷一样 再也放不开了 这女人的腰是什么做的 这么软 这时 安知忽然动了一下 利宁一惊 吓得赶紧缩回了手 安知却没有醒 头往她怀里蹭了蹭 好看的眉头 慢慢地皱了起来 随即又松开 隐隐笼罩着一层悲意似的 利宁忽然一个机灵 真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 这是在干什么 趁人之危吗 她立刻把人放在床上 替她盖好被子 陶也似的冲了出去 门盒上的瞬间 床上醉酒的女人 慢慢睁开眼睛 嘴角露出一抹 若有似无的笑意 哼 利宁 你给我等着 深夜的机场 一辆普通的越野车 停了下来 整整五分钟 车上没有任何人下来 门口保安走过去 敲了敲车窗 事宜赶紧把车开走 不要停在这里 车窗缓缓摇下来 骆斌把证件晃了晃 警察 保安愣了一下 忙赔了个笑离开 骆斌收起证件 神情严肃地 看着副驾驶位上的人 学长 总部把你突然叫回去 是有什么急事吗 范子润拧着眉头 看了看窗外 一只手掏出手机 打了一行字 然后把手机递过去 骆斌扫了一眼 脸色顿时变了变 学长 真的要动手了吗 范子润点点头 把上一条文字迅速删除 又编辑了一条 骆斌看过后 如释重负的表情 几乎难以掩饰 消息准确吗 嗯 范子润如法炮制地 把消息删除 很快 那边就要有大动静了 你这几天什么都不要做 就盯着黎明 他这边一有动静 你就给我发消息 放心 当这次行动结束后 我会让我们老大亲自 给这边打电话 让你回复原知 谢谢学长 我 骆斌正要再说 范子润却已经 退开车门下车 他走到前面一辆 刚刚停下的车前 他等的人终于来了 哥 范子忧从车里钻出来 怎么说走就走 实行一点预兆都没有 接到召回消息 自个儿好好的 有空都陪陪老爸 我会的 哥 自己注意安全 遇到危险的时候 别太拼命 范子润压紧的瞳孔 深处闪烁着光 他突然低下头 在范子润耳边低语道 下次再回来 不喜欢的人应该在牢里了 范子忧猛地抬起头 范子润却已经松开他 挥挥手 大步走进了机场 清晨 丽宁刚刚从健身房出来 门铃响 一大早的 会是谁 我去盖门 蒋叶从厨房里跑出来 打开门 空气突然凝固住了 丽宁能明显地感受到气流的变化 一边有毛巾擦着头发 一边走上前 谁 我 安芝笑了 唇都是冷的 背齿磨出了力度 丽宁 这位是 啊 你是安小姐吧 我是蒋叶 蒋叶主动伸出了手 安芝挑了下眉 把目光移到丽宁脸上 她跟你什么关系 这和你没什么关系 丽宁的眼神迅速闪过一抹慌张 安芝带着几番深意地看向她 因为晨光的原因 使得安芝那双平日里好看的眸子 看起来竟格外的幽深 目光像是有实质一般刺过来 好像将丽宁藏在心里的话 全部都看穿了一般 你怎么来了 怎么找到这里的 第七百八十五集 灯鼻子上脸 赫瑞文送我来的 我接了个活儿 要拍一组男性写真 参加国际摄影展 不好意思 没有经过你同意 我选了你做男模 所以 所以我需要跟拍你一个星期 那作业好朋友 你不会拒绝吧 会 丽宁伸手把蒋叶一拉 做事就要关门 安芝的脚却飞快地横进来 她笑得手一抖 你干什么 一个星期而已嘛 我又不会吃了你 还是说 你怕我 这还蹬鼻子上脸了 丽宁怒目看着她 这次奖金呢 全部用来资助荣雅学校 丽宁 就当为爱心 你也得支出我的工作吧 七天时间一到 我就回美国 这是我的机票 她掏出机票 在丽宁面前晃了晃 然后又塞回了包里 转身 把门口两个巨大的包 一手一个拎进来 借过 这包挺沉的 你先让我进去 诶 你住哪个房间啊 丽宁无语 我就住你边上 这样的话容易跟拍 擦身而过的时候 她顿下脚步 哎呀 令宁啊 挺重的 你不帮我拎下吗 说着 她身体前后晃了晃 似乎下一秒 人就要一头栽下去 突然 手上一空 东西被男人揭了过去 安之顺势以上 她宽阔的胸膛 重重喘了两口 真不好意思 戒毒之后 这身体真是差太多了 李宁身体一紧 毛子里闪过了阴冷的寒光 这个女人 她到底想做什么 自说自话地拍她也就算了 还自说自话地要回美国 就在这时 张大龙搭着哈欠 从房间里走出来 一看到客厅里站着的三个人 吓得连哈欠都忘了打下去 什么情况 两女抢一男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对了 刚刚她似乎好像看到了小宁宁 嘴角抽抽了两下 而且 那原本千年棺材冰的脸色 好像也开始变得不太好了起来 这 这 她是不是觉得 自己的身体 不足以让两个女人都得到满足 所以在 苦恼 张大龙原本想说 小宁宁 放着 让我来 但一想到 自己喜欢的是男人 这话 只能深深咽了下去 李宁一枪怒火 没地方出 只能平行转移 张大龙 你明天再说得这么晚起 我弄死你 啊 张大龙指着自己的鼻子 一脸的懵 大哥 龙爷我是个黑客 你要一个黑客早起 你的心不会动吗 几分钟后 安芝刚走进房间 还没来得及看清楚 房间什么样 人就被压在了门板上 男人的唇压下来 身上带着让人俯首称臣的强大气场 他眨了眨眼睛 薄唇勾了起来 绷着一张脸做什么 放心吧 要是拿了大奖 我会分三分之一奖金给你的 作为肖像费 李宁无语 他在意的是这个吗 他在意的是 为什么好好的就要回美国 安芝伸出手 附上他的唇 这唇形好看 安芝 在我的相机里 会有别样的性感 安芝笑了笑 手慢慢往下 戳了一下男人硬邦邦的胸肌 这里也不错 能体现力量没 冰冷的手指戳上来 丽宁这才发现 自己全身上下只穿了一条运动长裤 上身是裸着的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这女人不是来拍她的 是来聊她的吧 好了 我要开始准备工作了 你能不压着我吗 安芝的手 就是在李宁胸前 若有四无地划了个圈 你这样 让我很喘不过气来 好重啊 李宁这才发现 自己的身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 贴在她的身上 就算你想睡我 那也得晚上是吧 她一拳砸在门上 把女人用力往后一拉 扭头就走 安芝看着她有些凌乱的步伐 脸上笑得像是 刚刚得逞的小狐狸 李宁 这才刚刚开始 农头里流下的水 没有一点温度 可淋在李宁身上 她还是觉得浑身燥热 心脏跳动得激进疯狂 妖精 那个女人一定是个妖精 从头发丝到脚后根 都在挑逗她 效果还出奇地好 回美国也好 至少那些人 不会把手伸到美国去 她在那边是安全的 而且阿絮在那边的人脉很广 到时候 让她出面派两个保镖跟着 自己也能放心 只是 这七天 李宁一想到 这七天 这女人要天天在自己眼前晃 她 真的能完美藏好吗 这时 外头传来敲门声 李宁迅速抄起雨巾 擦了擦身上的水 随手套了衣服走出来 门口是灰狼 灰狼看了眼少爷滴水的头发 沉声道 少爷 为什么让安小姐住进来 李宁极其不喜欢灰狼 用这种口气来质问她 特别是质问安芝的事情 我做事 需要向你解释吗 不需要 你是少爷 知道分寸就好 他还有七天回美国 这七天 我不希望你和他 发生任何的冲突 灰狼从来没有听过少爷 用这么重的口气 跟他说话 他慢慢低下头 硬了声 是 少爷 今天的行程 把蒋叶叫上 是 丽宁穿戴好衣服 走下楼梯 啪啪几声快门声 让他顿住了脚步 安芝放下照相机 别紧张 你就当我不存在 你今天是什么行程啊 丽宁看了一眼灰狼 灰狼拿出手机 看了下行程 少爷 您今天上午有两个会 午饭约了光粮船门的老总 一起吃饭 下午约了政府的人 打高尔夫 安芝全程没有去看灰狼说什么 等丽宁走到面前时 他只挑了挑眉 不管什么行程 我都跟着 别紧张 你当我不存在就行 第七百八十六集 我想吻你 丽宁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只是眉头半挑的看了他一眼 扭头看向二楼 二楼拐角处 蒋叶一身职业装走出来 他居高临下地 看了安芝一眼 迅速走到李宁身边 手挽住了他的胳膊 安小姐 真不好意思啊 今天的行程我也在 希望不影响你的拍摄 安芝的目光 在两人挽着的胳膊上描过 笑了笑 意味深长道 不会的 我拍的是他 不是你 黑色麦巴赫 缓缓驶离别墅 张大龙的头 从窗户里探出来 我要不要跟着 去凑个热闹呢 正好一桌麻将 被自己喜欢的人盯着 还偏要装作无动于衷 是一种什么感觉 如果非要用一个形容词 那就是 如坐针毡 开会的时候 李宁好几次抬头 目光对上那道灼热的视线 心跳乱了好几拍 心跳的感觉 是初恋的男人才会有的 自己一把年纪了 竟然 等等 这不正是他的初恋吗 李宁挪开视线 用最快的速度 把心跳的频率调整到正常 不动声色地 继续听下属发言 安芝挑眉一笑 那笑容里 说不出的邪气 他装模作样地 又对着这个男人 拍了几张照 随即 悄无声息地 退了出去 这时 贺瑞文的视频电话 像是掐了点打进来的 安芝 安芝 怎么样 还顺利吗 一切 尽在掌握 那就好 对了 这七天你让我安排的事情 我都已经搞定了 打算怎么信我 让你做我们伴娘 怎么样 滚 贺瑞文骂了一句 立刻掐断了视频 挺斯文的一个人 怎么也学着说粗话了 安芝嘀咕了一声 那邪气的笑容 又一次浮现在脸上 没错 他给自己七天的时间 把这个男人的真心逼出来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他和贺瑞文绞尽脑汁 连心理学都用上了 设计出一整套的计划 七天后 他要三个手指捏田螺 把这个男人拿下 就在这时 会议室的门打开 丽宁从里面出来 不动声色地看了他一眼后 走进办公室 蒋叶跟在他的身后 安芝正要跟进去 灰狼伸手拦住了他 安小姐 下面少爷和蒋小姐 有重要的话要聊 您不方便跟进去 行 那我外面等着 安芝脸上完全没有半点怒意 很乖巧地坐到外面的沙发上 摆弄自己的相机 灰狼看了他几眼 眼里的狠光 似要把他吃了一样 丽宁回到办公室 给蒋叶倒了杯水 蒋叶接过水 没有喝 丽宁 几分钟前 我接到我爸的消息 他说最近社团 为了粉的事情 争执很大 刚刚我旁听了下 帝都这边没有什么事情 咱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嗯 七天后 七天太晚了 丽宁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儿女情长 蒋叶很清楚 他所谓的七天之期 是为了那个女人 话说得很不客气 丽宁的脸色 刷得沉了下来 我说了 他不适合你 我才是最后应该 站在你身边的人 虽然 他把自己带在身边 寸步不离 但他心里很清楚 这个男人的魂 根本就在那个女人身上 会议一个小时 他向安芝一共看了十六眼 而平常 他们两人共在一个屋檐下 他连一眼都懒得看自己 蒋叶 我说的话 不想听到任何人的质疑 包括你在内 丽宁 你目前还没有那个资格 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青龙帮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不过真到那个份上 我也没把它放在眼里 蒋叶眼里的热议 几乎抑制不住地要涌出来 胸口起伏几下后 他咬着牙往前一步 对不起 刚刚是我嫉妒了 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出去 蒋叶看着窗户边 男人挺拔的背影 用力地咬了下唇 这个男人 像王者一样的存在 根本不容任何人的质疑 自己刚刚 真的太急了 午饭和光良老总 约在各位宣 不玩影业下一步大戏的合作方 应该会是光良 丽宁喝完最后一杯酒 起身道 各位师陪 我去趟洗手间 丽总 您随意 丽宁走出包间 四下看了看 眉头又皱了起来 那个女人吃饭的时候 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不是说好要寸步不离的吗 走到洗手间 她挤了点洗手液 开始洗手 一旁的女卫生间 走出来一个人 静止贴在她身边 也开始洗手 丽宁目光一瞥 竟然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女人 安芝在花花的水声中 旁若无人地洗着手 眼角没烧 又是丽宁见惯了的 妩媚风情 看她的样子 丽宁的眼角就微微抽搐 牙根咬得痒痒的 她 这会儿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但安大摄影师 似乎完全没有发现 目不斜视地冲着手 洗完 旁若无人地甩了甩 有几滴 竟然甩到了丽宁的脸上 丽宁怀疑 这女人是不是故意的 一抬头 见安芝正对着她笑 笑什么 安芝没理她 自顾自抽出一张纸 擦了擦手 然后转身 踮起脚尖 低语道 丽宁哥 我 丽宁扭过头 愣不防 安芝突然凑过来 在她唇上轻轻啄了一下 我想亲你 丽宁还没有从这一灼中回过神 身体就被女人壁咚了 唇被堵住 丽宁这辈子从来没有被一个女人调戏过 她像寒水着一块甜甜的棒棒糖 细心而又亲你 还含着一团火 这火烧了一会儿 她突然松开了它 手从她的腰间 慢慢落到她挺翘的臀上 轻轻捏了一把 丽宁 你的身体 比你成事多了 刚说到一半 有脚步声传来 丽宁的脸色变了变 拉着女人 飞快地闪躲进隔间 第七百八十七集 魅惑 安芝吓了一大跳 嘿 男人的唇铺天盖地地落下来 可是 不像寒棒棒糖那样 而是恶狠狠地撕咬 狭小的空间里 唇和唇纠缠在一起 体温和体温纠缠在一起 外面的冲水声响起后 脚步声渐渐远去 丽宁这才松开了安芝 什么都不知道的安芝 用力地喘了几口新鲜空气后 看了男人一眼 忆不住地闷头大笑 丽宁几乎是从齿缝里 一字字咬出来 你笑够了没有 你这么凶干什么 要真说起来 你亲我亲得比较狠呢 心都被你亲疼了 不信 你摸摸 丽宁脑子被这个女人 搅得一团乱 感觉仿佛有两壶水 同时对着自己浇下来 一壶是冰水 一壶是开水 愣热香蕉 她觉得 就算把这个女人掐死 自己也正常不起来 安芝闻着男人身上的香味 下巴忍不住 往她的井窝里深埋了一下 男厕所的味道 向来不好闻 但她此刻 却只闻得到 混合了雄性荷尔蒙气息的芬芳 这味道熟悉又陌生 像刻了鸭片一样 深深迷恋 安芝想 自己多久 没闻到这味道了 要不 坐在这里把它办了 也省得再等六天 心里这么一想 手伤就有动作 丽宁眸光一力 一把握住她的手 韩芝 你给我安分点 我要是不呢 说完 她用手拉下脾巾 一头秀丽的大卷发 就像瀑布一样地奔卸下来 她的眸光里 恍若藏着一潭池水 练眼地令人沉醉 丽宁的眼将她锁定 随着女人性感的一撩头发 她紧抿着薄唇 目光随着她 缓缓而下 像是九道天雷 齐刷刷地打在了丽宁身上 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丽宁说不上来 反正很久以后 有很长一段时间 她都不敢再看一眼 男厕所的隔间 更不敢走进去 只要一眼 她的身体必然 根本没有办法见人 她想 自己上辈子 一定是欠了这个女人很多 否则这辈子 也不会被她折磨成这样 半个小时后 包间里的客人们 才等到人们的立主咖回来 奇怪的是 立主咖上了一趟厕所 不光唇有点肿 连眼睛都是水水的 虽然脸上依旧是那张 千年不化的寒冰脸 可是脖子后面 却有一抹可疑的红色 最主要的是 立主咖整个人 看上去懒洋洋的 没有什么精气神 举背的手 有点发抖 见鬼了 莫非 厕所里有个狐狸精 把他们帅气英俊的立主咖 给吸光了原神 立在墙角的灰狼 目光深悠悠地 看了少爷一眼 趁着大家在举杯的时候 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 安芝一口气 喝完了一瓶矿泉水 说实话 刚才的事情 她根本不懂什么要灵 就凭着女人的本能 等回头闲了 上网搜点视频吧 学习学习 对付这个嘴硬的男人 有效 她十几岁就到了美国 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 骨子里既有东方人的保守 又有西方人的开放 和利宁的前三次 虽然很不愉快 但后面的几次 却让她有了一种 全新的体验 这种体验过后 她常常突发奇想 利宁在取悦她的时候 她是不是也可以取悦利宁 正想着 车门突然被打开 灰狼沉着脸看她 她头发散乱 神态慵懒 两颊飞红 眼角眉梢 妩媚动人 果然被她猜中了 找我有事 你刚刚对少爷做了些什么 需要向你汇报吗 你只是她的下人 不是她的老爹 灰狼放在身侧的拳头 握得咯咯作响 她突然低下头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女人 安小姐 我的话 你最好听清楚 一个字都不要漏 安芝被她眼里的 寒光吓了一跳 这眼睛像一条毒蛇 阴侧侧的 感觉随时都会 扑上来咬她一口 你和少爷不是同一种人 我劝你最好离她远一点 否则 你就是害了她 安芝一愣 觉得自己心里的那点心思 被对方一眼洞穿 只是 为什么我会害了她 你害她还不够吗 她的两个手下 都死在你手里 她因为你 被警察通缉 你是想害死她才罢休 灰狼的目光带着凶狠 像是要把她看个对穿 安芝这辈子 没有被人这样看过 她瞪环过去 心里却像废水一样滚动着 灰狼对她的恶意 她很早就知道了 但奇怪的是 她为什么说 自己会害丽宁 她身家清白 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 会害她什么 真正受到牵连的 不应该是自己吗 安小姐 这七天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七天后 你要是再缠着我家少爷 我就只能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了 真是不爽 安芝看着灰狼的背影 用力地握了下拳 七天后 是你家少爷离不开我 下午的高尔夫 出人意料的 竟然是陆大哨 带着一众人前来 丽宁正了正 立刻迎上去 表哥 没听说你要来啊 我也是临时决定 房地产这个东西 需要人脉 我来帮你站站台 助主威 娱乐场所都关掉以后 丽宁就开始准备了 最近频频约人吃饭 也是在打基础 这事他没有跟陆家人讲过 而是跟陆续提过一嘴 没想到陆家还是知道了 表哥 谢谢 谢什么谢 都是自家兄弟 最近有几块地的前景很不错 我会暗中帮你留意 今天算正式带你进门 陆绍伸手勾住丽宁的肩 转身对着一众人道 正式认识一下 这是我唯一的表弟 丽宁 最近正打算进军房地产 各位多捧场 能混到这个级别的 哪个不是人精 这唯一二字 就等于明示了 各位都长点眼睛 这是我陆家的人 别大水冲了龙王庙 丽宗可真是年轻有为啊 何止年轻有为啊 瞧瞧这一身的气派 丽宗 对房地产有什么想法 可以交流交流啊 丽宗 我们北区正在招商引资 有没有想法试一试啊 条件什么的都好说 丽宁被团团围在中间 与每个人客套 在退去帮回老大的狠力后 他身上只剩下了优雅和礼貌 离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安芝把这一切都拍了下来 心想 这个男人可真多面啊 不过 他更喜欢他像野兽的那一面 因为 最真实 陆少眼角的余光 淡淡扫了安芝一眼 如果他没有认错 这姑娘应该是和宁子一起逃亡的那个人 现在宁子都把她带到身边 趁着空档的时候 陆少低声道 你和那个安小姐怎么回事 丽宁一听这个安字 活动了一下颈椎 试图凭借这个动作 平息内心的各种难以形容的滋味 没事 他在拍东西 这是他的工作 那么他呢 陆少指了指刚从电瓶车上跳下来的讲业 他又是怎么回事 他也在工作 丽宁不想多说 生硬地转移了话题 美国那边怎么样 阿絮好久没有打电话来了 正在走法律流程 阮一节鉴定的结果确实有精神疾病 老二前后被盘问了三次 阿絮请的律师很给力 宋年熙也找了一些精神方面的专家 总之还是很麻烦 这事你不用插手 帝都的事情处理完以后 立刻给我回马来 把那边的事情处理掉 我七天后走 行 到时候我来送你 就在兄弟俩说话的时候 蒋叶已经快步走到安芝的身边 安小姐 这边可以让我看看吗 不好意思 蒋小姐 暂时还不能 等陈平出来后 我再给你看吧 蒋叶没想到她会拒绝 眼神毫不掩饰地打量她 安芝这个女人 很美 就算最简单的衣服 也能将她的气质凸显无疑 优雅 又魅惑 性感 又单纯 这样四种截然不同的气质 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很神秘 也很动人 让男人会有一种 想一窥究竟的欲望 如果不是身体的缺陷 这个女人 应该会被无数的男人追逐 你一定在想 这么美的姑娘 竟会是个残疾人 蒋叶亲切地微笑 下一秒 却突然开口 你 离开她吧 几个字 让人之微微一正 眸色沉沉 你和她不是同一类人 她所从事的事情 她身边潜伏着的种种危险 不是你能想象的 离开她 对你对她都有好处 第七百八十八集 哪来那么多的否则 安小姐 像她这样的人 身边是不能有弱点的 因为一旦有了弱点 她就等于把致命点 漏给了敌人 而恰恰她的敌人很多 明面上的 暗下的 蒋小姐是以什么身份 对我说这句话的 蒋叶不由一笑 这女人虽然耳朵听不见 但脑子却足够聪明 一眼就看透了自己 对这个男人的情愫 什么身份都行 我很爱她 我们认识有十几年呢 我看着她从一个 雷弱的小男孩 一步一步成长为 现在的强悍男人 这其中多少艰辛 多少厮杀 正因为这样 我才不容许 她有任何的 致命弱点出现 而我不一样 我从小在那种情境里长大 我习惯了打打杀杀 血雨兴风的江湖日子 就算有一天 我必须为了她而死 我也是愿意的 安芝静静地 读着她唇间的意思 心里半点 粗意也没有 她感觉的没有错 这个女人 把丽宁的命 看得比自己还要重 但是 这不等于 她就会放手 安芝低头 看了眼相机里的照片 随即抬头 送蒋叶笑了笑 蒋小姐 你就笃定 我一定会是弱点是吗 没错 看来你还不是太了解我 等你了解清楚 我这个人以后 再来跟我说话吧 失陪 刚刚这个女人 脸上不屑的表情 蒋叶看得很清楚 心里别扭了一下 到底还是用了 威胁的口气 安小姐 你最好听我一句圈 否则 我真不知道 你们哪来那么多否则 否则这样 否则那样 有意思吗 与其在这里 左警告我 右警告我 不如想着怎么抓住 丽宁的心 只要在公平原则下 我不介意跟你紧张 话落 丽宁和陆绍 并肩走进来 丽宁的目光 在两人脸上 一一描过 聊什么呢 聊得这么开心 就聊点 女人之间的话题 丽宁敏锐地感觉到 安芝纳斯欲言又止 却忍着 没问下去 安芝咬咬唇 突然转向陆绍 陆大上 可以教我打高尔夫吗 我从来没有打过 陆绍没想到 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下意识地看了眼丽宁 见他脸上 半点表情也没有 出于男士的风度 笑道 荣幸之志 等我一下 我去昏身行头 安芝再次露面的时候 现场所有男人的目光 几乎都黏在了他的身上 白T恤 下面配着过臀A字短裙 露出两条笔直白皙的大长腿 更要命的是 他的腰脂很细 臀又很翘 整个人呈妖绕的S型 再配上那一张性感美艳的脸 陆绍甚至听到周围人倒吸凉气的声音 陆大少 你教我怎么握肝啊 来 我帮你示范一下 安芝勾了下唇 像是没读懂他唇里的意思 静止走到他面前 陆大少 你手把手教我吧 这样的话 我也能领悟快一点 这姑娘 怎么这么主动 陆绍正要板脸 一道极细的声音钻进耳里 大哥 我喜欢他 你帮我 行吗 安芝性感的时候 也是真性感 可是 他直勾勾地看着陆绍的时候 天生 有种特别能激起人 怜爱之心的神韵 陆绍一看他那双 寒水的眼睛 心立刻软了大半 这个女人的背景 她是心知肚明的 虽然身体有些残疾 家世却很清白 丽宁是脱缸的野马 这些年别说女人 也就一个阿絮 不玩 能走进她的心里 正需要这样一个女人 管着她 勾着她 陪着她 让她心里有所牵挂 陆绍转了几个心思 一语双关道 行啊 我教你 丽宁哪里想到 转眼的功夫 她的大表哥 就把她给卖了 她这会儿 整个人都快爆炸了 这哪里是在打球 这分明是在勾引 表哥从后面搂着她 大掌扣在她的双手上 抓着她的手 挥着球杆 而那个女人 面上尽是笑容 丽宁眉眼间多了些良意 虽然她心里清楚 大表哥是个君子 绝对不会做些 暗戳戳的小动作 但是 丽宁咬咬牙 面无表情地收回了视线 转而和一旁的蒋叶交谈起来 蒋叶把这一切尽收眼底 丽宁 我们也去打球吧 打吗 她怕那个姓安的女人误会 将来不太好收场 不打 看着她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勾引大哥吗 明知道这一切 都是她故意做给自己看的 但丽宁心里 还是忍不了 就在这时 姓安的女人 突然向她挥挥手 丽宁 你看我这个姿势对吗 丽宁望了过去 太阳穴上的青筋 突然一根根冒了起来 真的不能忍了 丽宁把球杆一扔 大步流星走过去 手稳准狠地落在安芝的脖梗间 直接把人拎戳 离路上几丈远 安芝先是一愣 接着 杨淳宠宠她笑了笑 小心肝 你这是怎么了呀 小心肝 丽宁的青筋又粗大了几分 很有破皮而裂的趋势 脸色这么难看 莫非是暗恋我 所以吃醋了 丽宁周身的气温 骤然低到了极点 一旁的陆绍 嘴巴微张 调戏丽宁 她真想看看 后续怎么发展呢 你给我安分点 安芝脸上尽是笑意 漂亮修长的手指 在男人唇上游走 我不太喜欢 这种吃醋的暗恋方式 喜欢我就直白说嘛 丽宁莫名地 想到昨天的南厕所 毛子的冰冷 几乎能将人冻死 心安的 喜丽的 安芝脸懒得一勾唇 用只有她一人 能听见的声音 轻声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 向我表白啊 又一个九道天雷 打到身上 丽宁已经被打得 连东南西北 都分不清楚 偏着个女人 还放肆地 掐住了她的腰 丽宁 今天晚上 要不要陪我啊 第七百八十九集 失身于她吗 今天晚上 要不要陪她 丽宁一拳 砸向天空 整个人 暴躁得像颗炸弹 轰得一下 能把整个地球 不 是宇宙都炸死 小年龄啊 你知道你现在 脸上写着什么吗 憋屈 滚 能把你撂成这样 我境内女人 是条汉子 我看啊 不用七天 你今天晚上 就忍不住 你滚不滚 别这么粗俗啊 来来来 让龙爷 帮你分析分析 晚上的战况 以你现在的身体情况 不是我臭你啊 三分钟 就交代了 知道为什么 会这么快吗 唉 我是看出来了 安大小姐是老虎啊 她正要发起胃来 三分钟 我都高看你 丽宁冷笑一声 慢慢抄起门后的铁棍 张大龙蹭的一下 从沙发上站起来 小年龄 节约体力啊 晚上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 你别想着怎么对付我 你要想着 怎么喂饱安大美人 丽宁像是没听到似的 往前又走了两步 别过来 我这是 为了你的身体考虑 别过来啊 丽宁 你敢这样对我 窗户外 张大龙双手扒着窗户 扭头看了一眼 深厚的草坪 心里算计着 自己如果跳下去 五米的高度 会不会把它摔成残废 丽宁 你这个王八蛋 我诅咒你 诅咒完 张大龙同学又觉得 此情此景 向老天爷祈求一下 也挺好 老天爷啊 请赐给我一个男人 全方位碾牙 丽宁的那种 来吧 我会让他 脱脱地爱上我 房间里 丽宁的眼眸中 残留着隐隐的寒光 手机响 是贺瑞文的电话 丽宁 安真现在怎么样 什么事 贺瑞文显然是 被他的口气给惊到了 顿了好几秒 才开口 那个 提醒他 记得到我这儿来 他到你那边 什么事 这 不是很方便告诉你 你提醒他就行 贺瑞文 如果你不把话 说清楚 后面会发生什么 你试试看 贺瑞文无语 有这么胁迫人的吗 他在我这里看病 丽宁皱了这眉头 到贺瑞文那边 那就意味着 得的是心理的病 这女人看上去那么开朗 哪来的心理疾病 正琢磨着 要怎么问话 比较不太明显 那头的贺瑞文 却已经畅所欲言起来 他的病主要诱方的原因 来自他的身体 他看上去很开朗 但却是一个极为自卑的人 他很在意 自己耳朵的残疾 甚至因为这个原因 他连对男人 表达爱的勇气都没有 丽宁恩断电话 一手用力暗揉着 自己隐隐作痛的眉心 一手死死地捏着电话 三十岁的男人 虽然恋爱没谈过 但经验还是有的 这个女人搬过来 撩拨他 让他吃醋 所有的手段 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他连向男人 表达爱的勇气都没有 那么 他是以一种 什么样的勇气 来追求自己的呢 想到这里 丽宁的眼神黯淡下去 情绪敛在心里 脸上是暴风雨 之前的平静 夜色越发地浓郁起来 别墅渐渐安静 安芝推开书房的门 抱着胸椅在门框上 他只穿了件衬衫 下摆略长 折到大腿边缘 丽宁 不会是因为怕了我 所以打算今天晚上 在书房待一晚吧 丽宁飞快地扫了他一眼 再也不敢抬眼看他 工作很忙 为了表示出自己 没有说假话 他的手指在键盘上 敲了敲 敲的都是乱码 安芝没有忽略他脸上的一抹局促 你想太多了 我说陪我呢 是陪我拍一组写真照 来吧 房间我都布置好了 就等立大模特呢 安芝 你别得寸进尺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拍照了 那你是想陪我干点别的什么吗 你真是 丽宁几乎是用尽了全身力气 咬牙切齿地骂过去 但却半个字都舍不得骂出来 真是个魔人的小妖精吗 安芝走过去 伸手缓住她的腰 拍照而已吗 别紧张啊 丽宁真想像傍晚扔张大龙那样 把这个女人扔出窗外 可大脑的指令还没有传到四肢 四肢齐刷刷地开始造反 丽宁 我真的好喜欢你啊 又来 这个女人自从醉过一次之后 胆子变得比天还大 不仅动不动就把喜欢挂在嘴上 还动不动地撩人 想说就说 想做就做 坦荡也热烈 这才一天 自己就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堂堂立士社团的老大 只敢躲在书房里 丽宁暗自吐出一口气 决定再把脸捧得吓人一点 闭眼家 我要闻你了啊 丽宁哭笑不得 这会儿她真想照照镜子 这女人 看不到她铁青的脸吗 懂矜持吗 懂啊 我已经够坚持了 否则 否则怎么样 她没有说下去 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唇稳住了她的唇 这个吻完全是安芝起了主导作用 热烈而不失缠绵 好久才松开 安芝浮在她胸口 看着窗外无边的夜色 丽宁响 我决定了 口气郑重 丽宁还以为她要说什么事 时间在变 可照片不会 这样 就算以后我们结婚 你变老了 我只要看到你从前的照片 就算外面诱惑再多 我也不会嫌弃你 不是 安芝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结婚了 本来没有想过要结婚 但是我睡了你 那总不能对你不负责吧 你放心吧 我不是那种逃避的人 第七百九十集 拿下 安芝从牛仔裤口袋里 掏出一张银行卡 不多 还有六百多万 算是拼礼吧 你放心 我以后会努力赚钱的 养你不是问题 孩子就算了吧 我的情况你也知道 我利于生育的 安芝 你是聋了还是下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喜欢你啊 利宁凶神恶煞的后玩 自己先僵住了 再低头一看 安芝的大眼睛里 已经饮满了泪水 下一秒就要夺况而出 他顿时眼冒金星 怎么办 自己伤了他 他想说 别哭 我已经栽给你了 乖乖等我一段时间 他又想说 这婚能让女人求吗 我这个男人不要面子的 他还想说 没打算要孩子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吼你也是迫不得已 话到嘴边 统统被女人的眼泪 吓了回去 这眼泪 仿佛就是滴极烫的热水 滴在她的心头 烫得五脏六腑都疼了起来 不能怂 千万不能怂 这种时候 无论如何都要捧住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就算以后跪键盘 跪榴莲 她也认了 就在这时 续满的泪 还是落了下来 不是一滴 而是一串接一串 丽宁这辈子 流血不怕 打黑拳不怕 挨枪子也不怕 唯独怕这个女人哭 她几乎一秒钟 都没有多想 下意识地 就去擦她脸上的泪 可是越擦越多 越擦越多 简直就是要泛滥了 绿娘 原来 你跟他们是一样的 安芝甩开她 用手背狠狠擦了一把泪 扭头就走 这时 丽宁心里 突然有种 无来由的预感 仿佛自己 如果再不把人拦住的话 这个女人 就会永远地走出 她的生命 再也不会回头 她一下子跳了起来 毫无预兆地 拉住了她的手腕 她这一拉 用了十成十的力 安芝重心顿失 一个猎切往后仰 眼看着 腰子要撞上梳桌脚 丽宁吓了一跳 蒙伸手把人搂住了 飞快地一个旋转 两人同时跌落到 一旁的沙发上 安芝收了泪 没说话 只是看着她 书房的灯光 四面八方地涌过来 在她被泪水 冲刷过的眼睛里 折射出一道道 细碎的光 丽宁忽然耳根发烫了 安芝 安芝突然甩手就是一记耳光 打得又狠又急 放开我 不放 丽宁的身体往下压了几寸 唇几乎就贴在她的唇上面 胸膛上能清晰地感觉到 她的心脏就在自己心脏旁边 看看我说错了 你 别放心里去 已经到我心里了 丽宁脑子里嗡嗡的 声音都有些变调了 我 我什么呢 丽宁说不上来 她觉得 自己的脑子快不够用了 各种的算计 各种的胶着 统统浮上来 都比不过面前的这个女人 丽宁 我也有自尊心 别等我一颗心变凉了 你再说喜欢我 我不会回头的 丽宁一听这话 忍不住抽了口气 头皮一阵发麻 要么 现在就要我 要么 这辈子都别想要到我 你选吧 安芝的瞳孔里 映着男人的倒影 好像把丽宁整个人圈了进去 眼睫卷翘 上面还沾着泪水 结尖的每一下微颤 都让人心软一分 安芝闭上了眼睛 等待这个男人的选择 她想 只要这个男人敢放开她 她转身就走 只要她敢 丽宁不敢 她太清楚这个女人的个性 说到做到 绝不拖泥带水 而事实上 刚刚那句话 在说出口的瞬间 就在她的心里掀起了 轩然大波 像席卷而来的龙卷风 把她身上每一寸 虚伪的皮肤都吹走了 留下一颗 带着心跳的真心 丽宁不由自主地 闭上了眼睛 心想 算了 还躲什么呢 都到这个份上了 我 我要你 知道她听不见 她还是清清楚楚地 回答了 然后 几乎是带着虔诚的 找到安芝有些甘涩的唇 她这一生 不断地失去 不断地挣扎 从未留恋过任何东西 唯有她 她横冲直撞地 闯进了她的人生 在她心里掀起了 狂风暴雨 想走 没那么容易 唇落下来的瞬间 安芝心里忍不住 得意地笑开了 这个男人 拿下 四唇相处的时候 丽宁忘记了 所有的技巧 只是凭着本能 去讨好身下的女人 安芝被她吻得软瘫成泥 还没有开始 连动一下手指头的力气 都没有了 原来 心意相通的 肌肤相亲 是这样的呀 连一个吻 都能让她异常地满足 她慢慢睁开眼睛 才发现 男人深邃的眸子 一直在看着她 见她睁眼 她勾了下唇 今天时间 可能会有些长 你要累了 就跟我说 安芝没有能力 去思考这画里的深意 却在心里想着 能尝到哪里去 一个小时 了不得了吧 这里太小了 要不 我们换个地方 晚了 夜色绵长 长长地走廊里 灰狼悄无声息地 走到书房门口 她在门口静静地 站了一会儿后 转身离开 今天晚上 没有月亮 帝都的天 很少能看到月亮 就算看到 也像拢着一层纱 总看不真切 她举目四顾 心底一片茫然 二十年了 和她二十年的 主仆感情 到头来 竟然比不过 一个女人 怎么就走到了 这一步 安芝是下半夜 才明白男人说的 时间长是多长 反正到最后 她被她从浴缸里 抱出来的时候 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这时候 她才明白 就算是被她囚禁的 那三次离 她都是顾忌着她的 只用了一半的体力 然而 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当睡意沉重的时候 男人的身体 又缠了上来 她简直要哭了 这还没完没了了 第七百九十一集 你是不是早惦记我了 这可真不怪丽宁 本来就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还被她撩拨了好几天 谁能受得了 丽宁啊 你就是个禽兽 安芝嘴上骂着 眼睛却水汪汪的 里面装满了春色 她凑过头 一口咬上男人的胳膊 丽宁有些啼笑皆非地 看着她 心想 我还能禽兽得更厉害一点 想不想试试 转念一想 还是算了 放过她吧 反正来日方长 来 怕到我胳膊上睡觉 为了表示自己并非禽兽了 丽宁很大方地 贡献出一条胳膊 哪知 安芝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以后这条手臂 除了我能诊以外 别人都不想 要这么霸道吗 要 那就这么霸道吧 丽宁重重地点头 她不是喜欢说情话的人 所有的情话 都在她的一举一动里面 她拿起了女人的一缕长发 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真的好闻啊 以后头发再留长一点 我喜欢 方才 黑暗中 她如玉一样的身子 像瀑布一样的头发 光想着这一幕 她就能失控 只喜欢我的头发吗 安芝眯起眼睛 拉着她的手 这里喜不喜欢 这里呢 这里呢 别惹火 丽宁一把握住女人 不安分的手 眼神是柔的 听着了动作后的两个人 头挨着头 脸挨着脸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看了半天 安芝轻叹一声 哎 丽宁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 很早就惦记我了 嗯 有多早 丽宁闭过女人的眼睛 整个人呆住了 里面是一对 她心心念念了 很久的手镯 那次的拍卖会上 被菲布安拍走了 原来 在她这里 这么早 你相信吗 丽宁脸去脸上的笑意 低头欣赏着 女人脸上的表情 这一刻 她在心里不知道 憧憬了多久 这个表情 和她想象中的 一模一样 那 前几天 为什么说不喜欢 还记得这一茬呢 丽宁倚在床头 斜着眼睛看着她 说 安芝挥了挥拳头 丽宁脸上 淡淡的笑意不见了 静静地看着她 眼角眉梢都是卑异 我这样的身份 是会连累你 拳头伸到面前时 变成巴掌 狠狠地抽在男人的脸上 喂 为什么喂啊 你以后要再敢说连累两个字 我还会抽你 你这个变态的臭男人 别来事啊 安芝正正地看了她几秒 把手镯一扔 扭头就要爬起来走人 屁股刚离开床 人就被拉到了男人的怀里 丽宁愣愣愣地看着她 好像要挤出笑容 却不知道为什么 失败了 那个 我错了 错哪儿啊 丽宁红着脸 嘴唇动了好几下 也没说出一个字 安芝忽然对她笑笑 猝不及防地搂过她的脖子 在她唇上轻轻咬了一口 牙齿磕住唇瓣 稍稍往外一扯 然后松开 连道歉的话都不会说 咬你下做惩罚 丽宁愣了足足五秒钟 安芝 这是你自己惹我的 安芝看着男人眼睛里 泛起的危险 心想 舍就舍 而且这辈子 舍定了 第一缕晨光 从窗帘缝隙里刺进来时 安芝就醒了 只是不想动 也动不了 一动就酸疼得要命 她偏头看了一眼 缠在她身上的男人 放任自己的思绪 一片空白地游荡了好一会儿 然后拿过枕边的锦盒 悄悄地 把两只手镯都戴到手腕上 还美滋滋地欣赏了几眼 欣赏完又转过身 看着男人的脸发呆 也不知道 是不是她的目光太深情 硬生生地 把丽宁 瞧醒了 丽宁迷迷糊糊地 睁开眼睛 看了她一眼 把头埋在了她胸前 乖 再睡会儿 安芝是听不到的 但却能大致猜出 她是什么意思 心里突然 起了一个念头 想听听 她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低沉吗 性感吗 丽宁 我想去 装个人工耳窝 有什么作用 可以听到声音 但是 要在我大脑里面 装个类似于 接收器一样的芯片 开脑 差不多 不允许 为什么 舍不得 我会一点哑语 以后再多学点 够了 说完 她比划了几下 手势瞧着 还挺熟练 安芝隐忍在眼里的泪水 一闪而过 这个男人 从来这样 没有一句甜言蜜语 甚至连个 我爱你都没有说过 但 这时 立宁扔在床头的手机 突然亮了起来 有电话进来了 你接电话 不接 偏偏 这个男人一动不动 只是把他搂得更紧了些 学个雅语就能感动得想哭 这个女人 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这么容易满足 必须好好抱抱 安芝无奈 有点半身不随地撑起上半身 越过男人去拿手机 手刚刚要勾到 立宁不由分手地把它按下去 牙齿已经啃了上去 安芝被他咬得呼吸凌乱 一时竟难以自尽 然而 电话那头的人 似乎诚心不想让这两人做成 电话一遍又一遍地打过来 谁呀 第七百九十二集 出事 立宁忍无可忍 拿起电话就想砸了 眼角的余光 瞥见屏幕上的来电显示 脸色顿时就变了 安芝看着男人倒三角形的背 手正想摸上去 却意外地发现 他背上的肌肉僵硬了 发生了什么事 立宁转过身 脸部线条紧绷 视线定定地看着他 半上 在开口 他出事了 他是谁 立琴 吐出两个字 立宁用非人的速度整理自己 正要冲出门的时候 才想到 床上还有一个女人 安芝这时才套上T恤 牛仔裤穿了一半 见男人折回来 动作顿住了 安芝 我马上又回马来一趟 这里不安全 我立刻送你去美国 到了美国以后 我会让陆续派人保护你 安芝被他口气中的严肃震惊到了 反手拉住他 你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不用知道 立宁 你当我什么 你 我告诉你 我不会回什么美国的 你到哪里 我到哪里 别想把我甩掉 安芝 立宁 立宁原本有些肃然的面容 竖得展开 沉默了片刻 轻声道 立宁出了车祸 现在正在ICU 他身边有七八个保镖 意外出车祸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不想让你涉险 没有比待在你身边更安全的 立宁 让我陪你 我不是你的弱点 立宁一呼一吸睛 胸口隐隐作痛 痛到后来 他感觉这颗心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这些年 他无论是在美国求学也好 在东南亚打黑拳也好 在马来与人搏命也好 都是孤零零的一只野鬼 什么时候听过这种话 他心想 原来 他也是有人陪的 那就快 暗指剑终于说动了他 脸上一洗 迅速冲进了卫生间 连身子的疼痛都顾不上了 给我五分钟 立宁被他一瘸一拐的姿势逗笑 神情缓了缓 心里的紧张悄然退散 事情已经发生 再急也没有任何的用 正所谓忙中出乱 他现在要做的 是怎么处理后面的事情 他拨出了电话 大表哥 什么事 历青出事了 我必须马上回去的 我跟你安排下飞机 你自己注意安全 有什么情况 立刻打电话给我 好 立宁挂了电话 猛地拉开房门 门外灰狼正举着手 打算敲门 两个人一个照面 各自愣了一下 少爷 刚刚接到消息 老爷出事了 我知道了 马上准备回去 是 立宁 蒋叶从走廊那头过来 我跟你回去 好 张大龙呢 应该还在睡觉 把他给我弄醒 让他跟我们一起走 少爷 他和我们回去 有什么用啊 自有我的用处 这算是立宁的 口气很平静 灰狼的眼神 还是躲闪了一下 好 我马上去叫 立宁 我OK了 随时可以出发 这话 让灰狼刚要迈出的脚 立刻收了回来 他扭头 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着少爷身后的 那个女人 和他有同样表情的 是蒋叶 他愣了愣 目光在两人的脸上 打转 欲言又止 你们 我们在一起了 立宁光明磊落地回答 说完 他牵着女人的手 走下楼梯 既然说开了 那就没有必要 再遮着掩着 这也不是他的个性 安芝跟在男人身后 并不知道 立宁刚刚 已经把两人的关系 说出口 她的注意力 都在男人的侧脸上 心里盘算着 自己还是很有必要 带几支照相机的 蒋小姐 灰狼压低了声音 一个字一个字的 生怕藏不住的 小心翼翼 你还会一如既往地 帮着少爷吗 静了五秒 蒋叶硬生生地 扭过视线 一言不发地 走回房间 四人飞机 停在首都机场 利宁他们赶到的时候 发动机已经轰鸣 张大龙的行李最多 整整两个29寸的大箱子 一个装衣服 一个装电脑 上飞机的时候 他把脚死死地 抵在楼梯口 我不要去 我想回家睡觉着 我不喜欢 三十度以上的天气 利宁懒得和他废话 一脚直接把人踹进去 舱门关上 飞机起飞 利宁把女人按 坐在位置上 只肩轻轻拨了一下 他的头发 我要和他们 商量一下事情 你好好休息 四个小时才会到 安芝听话地点点头 学着他的样子 帮他把额前的碎发 剥了下 利家的事情 他帮不上忙 这个时候能做的 就是快点把体力恢复 几分钟后 宽大的草坪上 慢慢走出一个人 正是洛宾 他看着慢慢消失 在视线里的飞机 掏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 学长 飞机刚刚起飞 应该是回马来了 同行的人都有谁 灰狼 蒋叶 安芝 还有一个娘炮 张大龙 安芝怎么会和他在一起 不知道 行 你的任务结束了 好好休个家 学长 能告诉我 为什么他们急匆匆地走了吗 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 大戏真正地开始了 四个小时后 飞机提前降落在马来首都机场 二十几个黑衣人围上来 严阵以待迎接他们的老大 安芝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 心里震惊了一下 脸上却没有任何路窃的地方 草坪上共有两辆防弹黑车 他看了看丽宁的脸色 我坐哪辆车 和我坐一辆 丽宁说完 挡着安芝的脑袋 把他塞进副驾驶位 第七百九十三集 意外 张大龙不想当电灯泡 正要向后面那辆车走进去 突然被丽宁叫住了 张大龙 你和我坐一辆车 鬼才要和你坐一辆车呢 我不要坐后排 我要坐副驾驶的位置 张大龙挥拳抗议了几下 被人一脚踹进车里 车子急驰出机场 丽宁侧过脸 飞快地冲张大龙低语道 叫你来一件事 保护好他 他是谁 不言而喻 你妈的 他的命是命 我的命 我只相信你 张大龙猛地睁大了眼睛 瞪着面前的人 丽宁猝着眉头 深深喘了口气 举拳抵在唇边 虚咳了一声 这一年 自己费了多少心血 才康康稳住大局 老爷子这一出事 根基动摇了 一方面 自己要查清楚车祸的原因 抓住凶手 另一方面 还得稳住人心 那些想沾毒的人 还有那帮老骨头 都不好对付 肯定会趁这个机会 弄出些动静来 最可怕的是 社团里 还有国际刑警的卧底 其实 刚答应他 他心里就后悔 但既然带了 那就没有退路 把张大龙带上 就是为了他 张大龙慢慢地 收回了视线 眼里的那一丝 嬉笑褪劲 打过裙甲的人都知道 把后背交给别人 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几乎就是 把整个命脉 交了出去 他开了窗户 目光扫过 副驾驶位上的女人 怂怂间冷笑 哼 你可真看得起我 ICU病房里 丽情全身插满了管子 七八台机器 同时监控着他的身体 丽宁从玻璃窗外面看着 面无表情地想 原来 你也有今天 这时 身后的灰狼上前 少爷 医生来了 怎么样 医生 主治医生摇摇头 丽先生 您父亲伤得太重 撑不了两天了 家属做准备吧 这话 无疑是判了 丽情死刑 丽宁的眼神暗了暗 这样一来 也就意味着 他的两位老大哥 要从荒岛上 回来奔丧 在这个当口上 放他们回来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 不放人又不行 少爷 大少爷 二少爷那边 都该通知吧 通知他们 是 丽宁又交代了几句 转身 走到不远处的 安芝身旁 大手在他的头上 拍了几下 温柔地笑了笑 并和等在一旁的 心腹走了出去 安芝望着他的背影 举起手中的相机 啪啪啪地 连拍了好几张 您有没有觉得 他背影特别好看 张道龙 无声地翻了个白眼 脸上挂着一丝笑 我知道 他的裸体 特别好看 期盼中的愤怒 没有在女人脸上出现 他只是轻描淡写地 做了一个动作 挖眼睛 张大龙差点晕厥过去 这么狠 还需要他保护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安芝看着车窗外的橡胶树 心里有些不安 怎么越走越偏僻 如果不是丽宁 让他跟着张大龙走 他真怀疑 张大龙是不是打算 把他给卖了 放心吧 不会卖了你的 张大龙说完 就不再说话 两只眼睛紧紧 盯着面前的路 该死的 这鬼地方 自己和丽宁 只来过一次 七绕八绕的 自己都快被绕晕了 而且还不能用导航 不过 我大龙哥的记忆 是云记忆 只要走过一遍的路 就是到了丛林里 龙哥也能记起来 瞧瞧 这不就到了吗 车子一个急加速 几分钟后 在一处隐秘的木屋前 停下来 安芝下车 还没来得及拿行李 胳膊被人碰了一下 这里 是他最隐秘的一个地方 除了我以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 咱们就在这里 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 让他在前面冲锋线阵 就行了 安芝读懂了意思 笑笑 没吱声 自顾自拿行李 走进去 屋子是典型的 马来进驻 里面装修的 竟然很古色古香 安芝把行李一扔 突然转身 目光死死地 盯着张大龙看 干什么 张大龙吓了一大跳 手下意识地揪紧了自己的胸口 我是个正经人 对女人不感兴趣 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瞧你问的这问题 有智商吗 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处境吗 不知道 就是想问你 我说他现在水深火热 你信吗 信 靠 张大龙心想 这两个祸 怎么对付他的手段 都是一模一样的 孤独症的龙哥 什么都有 就没有朋友 尤其是 相信他的朋友 说给我听 我想帮他 细胳膊细腿的 你能帮什么 张大龙 别小看女人 具体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一个大概 我将就说 你将就听 等一下 我先冲杯咖啡 我来 现成的咖啡机 磨出来的咖啡香极了 张大龙喝了一口 丽牛上位的时候 打败了两个哥哥 这两个祸被老头子 圈信起来了 现在老头子 马上要撬辫子 这俩人 必须要放出来 会不会趁机闹事 安芝越听 心越惊 他只以为 社团的老大 无非是干些 打打杀杀的事情 哪里知道 真实的情况 根本不是这样的 原来 他一个人 扛着这么多的事情 少爷 大少爷 二少爷 已经在路上了 后面的事情 都在准备 目前看来 情况还行 葬礼不用安排 在别的地方 就在庄园 爸爸所有的老兄弟 都通知 送最后一程 服官的人 好好挑 是 少爷 要防着大少爷 二少爷 在葬礼上动手 庄园的人手 得布置一点 这事 你亲自去办 少爷放心 我一定办妥 只是 蒋小姐那边 少爷 得多放点心思 这事 我会处理 车祸现场 都查清了吗 少爷 警察那边说意外 监控也掉去了 我们请了 有关专家 也都说是意外 意外 第七百九十四集 死了 这世上 哪有那么多的意外 一辆几百万美金 买回来的防弹车 和一辆装满海鲜的 大卡车相撞 卡车上的人 半点事情都没有 防弹车上的人 却是死的死 伤的伤 鬼信 你去忙吧 我出去透口气 丽宁走出医院 外头的热浪 滚滚而来 张大龙不喜欢 马来的天气 他也不喜欢 一年四季 都在三十度以上 热的人喘不过气 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但脑子 总有些集中不起来 那个女人在干什么 住得习不习惯 是不是在等她 想到这里 从五脏六腑 到骨髓血脉 都在叫嚣着 要去看她 可是 现实 根本不允许 她这么做 丽宁拿出手机 给她拨过去 屏幕里的女人 裹着干净的浴袍 头发上还滴着水 显然是刚刚洗完澡 她笑笑没说话 比划了一个手势 丽宁目光微微闪动 她读懂了 说的是 我爱你的意思 犹豫了一下 她也回了同样的手势 肉眼可见的 安芝脸上笑了起来 这可是她第一次 光明正大的说爱她呢 这得习惯吗 习惯 就是没有你 不习惯 又了 不喜欢吗 安芝嘟了下唇 丽宁手指压着手机 心里想着 喜欢死了 嘴上 却只是轻轻地 恩了一声 安芝像是 很不满意 她的这声恩 眉梢一条 风情便流露出来 丽宁真想把她 从屏幕里揪出来 狠狠地揉进怀里 那个 我还要忙 估计这几天 都不会有时间回来 那边什么都有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但是 不要到外面去 来看你也不行吗 唯一有时间 就会回来的 乖 这话 算是委婉的拒绝 安芝也不坚持 很乖巧地点头 我想到一句话 什么 饭在锅里 老婆在床上 说完 一记飞吻飞过来 丽宁几乎是 手忙脚乱地 挂上电话 嘴角却是 高高地扬起 少爷 少爷 几个穿着 白大褂的衣生 飞奔出来 丽宁心头一跳 什么事 老爷 老爷不行了 您快去看看吧 几分钟后 丽宁身上 所有的仪器 都被拔掉 一代枭雄 走到生命的尽头 也不过是个老人 他慢慢地 睁开眼睛 看着面前的儿子 刹那间 好像涌上万千思绪 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他忽然想到了 那个被他囚禁的女人 走得太早 他都已经忘了 他长什么样 但他心里很清楚 那个女人 是他这辈子最爱的 当年 他的手上 还没有这么多的罪恶 走在大学校园里 还是个单薄的少年 他穿了一身 红色的连衣裙 骑着单车 在林荫小道上走 腰枝是那样的细 笑容是那样的灿烂 丽情颤巍巍地伸出手 想再摸一摸女人的脸 病床前的李宁 却误以为 她要来握她的手 虽然心里无比的反感 却还是反手握住了 你 很想她 李宁没有料到 她开口的第一句话 说的是这个 鼻子里轻哼一声 不懈地笑了笑 如果我有机会 我不会那样 他会追她 死命地追她 把她捧在手掌心 然后一家三口 找个欧洲的小镇 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 卡车撞过来的时候 她就知道自己的命运 和她的父辈 祖辈一样 没有好下场 可惜 这世上 从来没有如果 没有人教过她 想要得到的东西 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 在她的世界观里 只有残忍地掠夺 和得不到 就毁灭 都说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李宁却只觉得恶心 她甚至想伸出手 掐断这个老男人的喉咙 但她什么也没有做 只是冷冷道 我妈不会给你机会的 你死心吧 你 吓 吓 吓 说完 李宁呆呆呆地注视着 她的尸体 眼里茫然 又后悔 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 为什么灵了 不能让她走得安心一点呢 为什么要让她走得安心啊 你忘了你妈是怎么死的吗 李宁冷笑一声 伸手盖上了那双罪恶的眼睛 转身走了出去 对着黑压压的人群道 爸爸 走了 历史社团的勤劳大死了 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 当时还有气 在SU病房里熬了一天半 伸腿了 历史社团 不仅是马来最大的家族之一 也是东南亚赫赫有名的 当家人横死 几个小狗的总统发来喂电 并都派了最得力的手下来吊咽 一时间 历史庄园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李宁作为下一任老大 不仅要亲自接待这些外面的人 还要把方方面面的事情安排好 忙得脚不沾地 他的两个哥哥回来了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对着老头子的棺材 装模作样地哭了一通后 挺安分手挤地 伴着孝子贤孙 社团的一些老人们 也带着子女前来吊咽 并且话里话外 对着新的当家人 毕恭毕敬 李宁上位 不仅名正言顺 而且是在他的老子 一手扶持之下 地位无人能撼动 但越是这样的顺利 李宁心里却越来越不安 他不动声色地周旋在 每个政客贵族的中间 也像条狼一样 睁着两只锐利的眼睛 盯紧了这些心思各异的人 晚上 他疲倦至极 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强烈的念头 他想见安知 这个念头一起来 一分钟都等不及 他脱掉校服 从车库里随便找了辆车 急驰出去 开到一半的时候 他看到 车子后面 跟了几辆车 第795集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虽然这些车都是自己人 跟他出来也是为了保护他 但一想到卧底两个字 他还是犹豫了 他把车开到一处日式饭店 叫了一壶清酒和几个小菜 慢慢地一个人品酒吃饭 手机响 是条微信 想我没有啊 我想你了 听说那位走了 想着你们的关系 我就不说戒爱了 我和龙哥相处挺好的 他讲了很多以前 你打黑拳的事情 我听得很来见 下次一定要再亲眼 看到你打一场 打谁呢 当然还是打龙哥咯 对了 龙哥和我呢 这两天在捣鼓一些东西 有成果再告诉你 不是惊吓 一定是惊喜 对啊 我孤枕难眠啊 好想抱抱你 亲戚你 哎呀 你会不会又让我坚持啊 一条条消息跳出来 像是三福天里 中暑的人渴望的兵饮 利宁回了一个字 乖 轻轻闭上了眼睛 再睁开时 他又恢复了沉静 冷力的表情 他回了我一个乖 安智有些猜不透 这个字背后的意思 索性不猜了 用胳膊蹭蹭一旁 食指飞动的男人 龙哥 你搞定了没有啊 离我远点 男女受受不亲啊 张大龙忙里偷控地 看了他一眼 眼里都是嫌弃 物质的女人 你以为植入 跟踪就像咬巧克力 那样一样简单吗 安智笑了起来 拿起相机对着他 就是啪啪啪的 一阵猛拍 张大龙忙摆出 一个无敌的姿势 怎么样 帅不帅 帅 比你男人帅 比我男人帅 可怜啊 已经OK了 你的手机里植入一个 他的手机里植入一个 你在哪里他知道 他在哪里你知道 快点开手机看看 他在一栋 不快 很慢 那就是在走路了 行了 我去睡觉了 谢了 龙哥 安智笑眯眯地站起来 快走到房间的时候 他扭过头 眉眼弯弯 后来我想了想 你还是比不上我男人帅 是 过河拆桥的东西 安智听不见 他关上门 用微信视频 拨通了沈欣的电话 拨通的瞬间 打开了实时共享 沈欣 沈欣 这是我的急时地址 OK 收到 怎么样 还安全吗 安全 还需要我做什么 暂时不需要 安智挂上了电话 看着外头黑漆漆的夜色 眼里有一抹坚定 他发你实时地址 共享做什么 赫瑞文 扭过头 看了眼沈欣的手机 继续低下头 吃饭 沈欣没有回答 起身去热汤 温暖浓郁的肉汤 气味飘出来 他说他不想成为 他的累赘 以防万一 一会儿我就把他的定位 发到我们内部的平台 这样方便跟踪 赫瑞文笑笑 目光落在那碗汤上 浮游被批得一星不见 今天他去市局办点事 正好遇上沈欣 没说几句话 胃病就犯了 于是找了个借口 把人带回家 买菜 做饭 煤汤 被人照顾着 他幸福地冒泡 赫瑞文 我不知道安智要做什么 心里总是七上八下 这女人做事一向很独立 怎么问都不说 这也是没办法 不用担心 她现在有丽宁 正是有她 我才更不安心 不知道丽宁现在这个情况 通知陆续她们没有 陆续这会儿 刚刚挂上陆绍的电话 脸色很不好看 宋年熙刚刚春晚枣 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见男人站在阳台 背影有几分孤寂 忍不住悄悄走上前 从后面拥住了她 怎么了 在为二哥的事情担心 陆续所有坚硬的棱角 一瞬间都软了下来 她转过身 拿过她手里的毛巾 替她擦着头发 丽琴死了 丽宁回了马来 安智也跟着去了 她去干什么 宋年熙的一颗心 瞬间就被吊了起来 这女人刚刚解读成功 身体还弱着呢 跑那么危险的地方去 不是自己作死吗 别紧张 丽宁会保护好她的 她能保护好自己 就不错了 你说得对 我还是不放心 得过去一趟 二哥的事情差不多了 我给你订后天的机票回国 到时候我直飞马来 确定要去吗 嗯 担心我 嗯 也担心他们 总觉得 要出什么事 我也有这种预感 大哥说 李晴的死不是意外 宋年熙愣住了 顿时有些头重脚轻 还没想明白 这背后的身意 突然被男人弯腰一捞 整个人扛了起来 喂 陆续就像扛个口袋似的 从客厅穿过走廊 一路把她扛回了主卧 然后 砰的一声 丢在大床上 随即 整个人附了上去 阿絮 谈正事呢 你 别浪费时间 陆续的吻 已经落了下去 一个半小时后 宋年熙去了卫生间淋浴 陆续靠在床头 用手机连续 拨出几个电话 其中一个 是打给菲布安的 菲布安这会儿 刚给肚子里的女儿 讲完故事 女儿听没听进去 她不知道 但她的女人 确实被她催眠了 还有十几天就要生了 这女人越来越试睡 常常是头一沾枕头 就睡过去了 手机屏幕亮 菲布安看了也来电显示 在女人脸上 飞快地印下一吻后 轻轻带上房门 去阳台接电话 阿絮 阿絮 什么事 那个 宁子回了马来 绿情死了 跟你说一声 靠 早不死 晚不死 这个时候死 第七百九十六集 喝咖啡 我不太放心 后天飞过去看看 你暂时不用动 有时电话联系 行 我女人还有十几天生了 就算马来那边想造反 也不会急着这个时候吧 应该是的 你好好照顾你女人 我先逛 等一下 你哥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哥没事了 警察已经撤销了 对他的控诉 还有一些后续的事情 那个 阮衣姐很不好 严重地查后抑郁症 好几次要自杀 小爷我管他死活啊 菲布安冷哼一声 挂上了电话 想想 心里又有些 不大放心地下来 用手机给丽宁 发了条消息过去 兄弟 挺住 有事直刷 几秒钟后 丽宁的消息回过来 两个字 放心 两日后 清晨 陆旭和宋年熙并肩 出现在机场 两人的航班 相差一个小时 宋年熙揽住男人的腰 将脸轻轻贴在他胸口上 小小的举动 让陆旭眼底 多了几分柔软 放心吧 每天是拼电话 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很快就会回来 要是有呢 要是有 我会尽快把事情处理了回来 我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 但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在那边孤军奋战 把安芝给我平安带回来 这女人胆子太大了 会的 走吧 一起过安检 两人打印了机票 因为没有什么行李 也不用办托运 直接就进了安检室 顺利过完安检 依依不舍吻别 直到宋年熙的飞机 在广播里通知马上要进行登机 他才推开男人 转身走向自己的登机口 心里说不出的空落落 陆旭看了一会儿他的背影 正要迈步 突然围上来几个身形高大的男人 陆先生 我们怀疑你携带了危害安全的东西 请您配合我们走一趟 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请出示证件 我们是国安部的人 这个是我们的证件 陆旭看着面前的证件 心猛地往下沉了沉 不好意思 我需要给我的律师打个电话 才能跟你们走 陆先生 很抱歉 您暂时不能和任何人打电话 陆旭一边听 一边脑子飞快地转动着 自己根本没有携带 任何危害安全的东西 但对方说得很清楚 协助调查 这就很耐人寻味 自己如果硬来 似乎不大可能 周围最少围上来十几个警察 那么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 配合 如果是这样 势必耽误去马来的时间 陆旭在心里滴滴咒骂一声 原来 是有人想拖延他去马来的时间 宋年熙总觉得 自己忘了对男人说什么 忘了什么呢 这个问题像一根针 反反复复扎着他的心 每一下都不是很痛 可是 却很密集 对了 忘了说爱他 宋年熙看了看时间 迅速转头往回跑 刚跑出几步 他愣住了 远远的 男人被一群人包围着 那群人的身后 还有十几个警察 在向他慢慢靠近 宋年熙吓得捂住了嘴巴 仅仅过了半分钟 男人就这么消失在了面前 他睁大眼睛看了看 他们走的是特殊通道 怎么办 到底出了什么事 好好的 怎么会被警察带走呢 宋年熙浑浑噩噩了一会儿 手忙脚乱地掏出电话 给陆泽打过去 刚刚是他把他们送到机场的 陆泽听完宋年熙的讲述后 立刻冷静地说 你在原地待着别动 我马上过来 还有 立刻打电话给我大哥 把这些事情告诉他 就在陆泽调转车头的时候 陆絮被迫钻进了警车里 透过车窗玻璃往外打量 他的眼神暗了又暗 谁要拖住他 他们会怎么对付利宁 这些问题 在陆絮脑子里形成风暴时 马来国的一个小岛上 范子刃对着电话那头 一字一句道 两位做得很好 我要你们扣留他慢四十八个小时 对 一秒钟都不允许提前释放 辛苦了 挂上电话 范子刃嘴角 牵出一抹自信的冷笑 机场的那一幕 是他早就算计好的 利宁有两个死党 一个是陆絮 一个是菲布安 这三个人几乎是铁三角的关系 菲布安现在在英国陪老婆 老婆还有十几天就要生了 这个节骨眼上 他是根本不可能离开的 只有陆絮 现在隔断了陆絮的帮忙 事情就会变得好办很多 至于宋年熙 他只会以为自己的男人 忙得没时间和他联系 而陆家呢 陆家应该什么都不会知道吧 范子刃得意地笑出声 陆絮 能在国安局里喝咖啡 不委屈你 事实上 陆绍在几分钟后 就接到了宋年熙的电话 听完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波澜 很平静地对宋年熙道 别担心 这事不是创阿絮来的 如果我们有猜错的话 是冲着栗战去的 大哥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这件事 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宋年熙看着四周陌生的人群 那种无力感 茫然感 揪心感 使他生平第一次 开始想念自己的祖国 陆绍看着窗外点点的夜色 轻声道 你正常回来 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老二那头 我来打电话 那 阿絮他怎么办 既然有人想让他在国安局喝咖啡 那就如人所愿 我听说国安局的咖啡挺不错的 可以尝一尝 弟妹 别怕 我不会让他们任何一个人出事的 相信大哥 好吗 大哥 宋年熙的眼泪夺空而出 他瞬间就明白了 为什么性格四平八稳的陆绍 会是陆家的主心骨 为什么陆绪 陆泽对他言听计从 因为这个男人身上 天生有着王者一样的气势 仿佛只要他在 这世上没有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 第七百九十七集 惊吓还是惊喜 马来的夜晚 永远星空明亮 没有雾霾 也没有风沙 阳光 海水 沙滩是主色调 利宁握着手机的手绷紧了 紧到手臂上的青筋都绷了起来 少爷 出了什么事 灰狼悄无声息地上前 是在担心明天的出币吗 少爷不用担心 都已经安排下去了 就算大少爷二少爷想要闹事 也闹不起来 阿絮在机场被人拦下来了 他原本是要飞马来的 什么人做的 会不会是国际刑警 一个小时后 把所有人都叫到客厅去 我有话说 这个时候 去 是 少爷 等一下 让佣人马上端饭菜上来 我饿了 暴风雨来临的前夕 他习惯性地把自己吃饱 仿佛只有这样 才有勇气去迎接他的到来 是 少爷 灰狼走出几步 又折了回来 少爷 我想了想 安小姐和张大龙那边 没有派人保护 要不要 不需要 他们很安全 那就好 灰狼转身离开 转身的瞬间 眼里寒光似气 饭菜端上来 是精致的中国菜 利宁吃得很慢 筷子时不时地动一下 无人知道 他最擅长的 就是边吃饭 边把每一个事情的思路理清楚 没多久 上来一道鱼汤 服务生把鱼汤 端在他的面前 他看了一眼 汤面上一层薄薄的胶质层 那女人挺爱吃鱼的 就是嫌弃鱼刺多 非要把刺挑干净了 他才肯吃 少爷 需要帮您把刺挑出来吗 不用 下去吧 话音刚落 利宁猛地抬起头 目光死死地射住 面前的服务生 是个身材挺拔的小男生 五官立体深邃 眼睛特别大 皮肤有黑 一头凌乱的黑色短发 庄园里 似乎有这么一个人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小男生的耳朵上 还带着两颗黑色的耳钉 散发着隐隐的光芒 耳钉 利宁蹭地一下站起来 大掌落在小男生的脖梗上 仿佛下一秒 就会拧断他的脖子 这时 小男生哭丧着脸 少爷 鱼汤不好吃 您也不用拧我脖子呀 大不了再让厨房做一碗 安芝 被人认出来的安大美人 眨了几下眼睛 我哪里露出的马脚 果然是他 利宁的脸色一沉到底 咬牙切齿 马来的小男生 一般只带一颗耳钉 好吧 我马上拿掉一颗 安芝飞快地取下一颗耳钉 末了还一本正经地问道 宝贝 昨二留阵没有错吧 你是想气死我吗 利宁黑沉的眼里都是怒火 他知不知道现在庄园里是什么情况 胆子那么大 竟然还混了进来 张大龙那货呢 利宁猛地一回头 发现右侧站着一个面无表情的马来姑娘 头发用头巾裹着 露出一张有黑的脸 姑娘冲着他翻了一记大白眼 少爷 你这样看着我 是想睡我吗 张大龙 本姑娘现在的名字叫 Shelly 少爷记住了 回头叫错了 那可就尴尬了 张大龙 利宁的声音阴森森鬼悠悠 张大龙不敢再作妖 朝安芝挪了挪嘴 嗯 不是我的主意了 是他说要保护你 逼着我混进来的 堂堂龙爷扮女佣 容易吗 利宁硬生生地扭过头 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和安芝大眼瞪小眼 将了几秒 自知理亏的安芝认了输 低着头轻声道 我只是不放心你一个人 我错了 要不你打我几下 利宁大长毫不客气地打了下去 安芝惊得眼睛都瞪了出来 你 你还真大啊 打得好 这女人就是欠揍 滚 利宁压着声音低吼 眼里的温度冰到了极点 张大龙灰溜溜地滚去守门口 心里感叹 人生啊 为什么这么艰辛呢 我明明才是受害者好吗 安芝看着那张英俊的脸 心跳有片刻的紊乱 二话不说 垫脚先在她的唇上亲了下 打也打过了 骂也骂过了 解气了 利宁的情绪已然临近失控的边界 她原本是一头瀑布般的长发呀 竟然剪成了短发 气到极点 利宁肩膀颤了颤 这莫寡言的她舍不得说更狠的话 把女人往怀里一拉 牙齿狠狠地咬了下去 安芝只觉得脖子上一痛 心想 这男人 说狗的 躲在男人身后 从来不是她安芝的风格 再说 躲得了一阵子 能躲一辈子吗 自己选择了这个男人 就全盘接纳她所有的一切 管她什么道 她选择的道 就是她要走的道 安芝知道这个男人的热点在哪里 先是把脸埋在她的紧窝里蹭 同时一个劲地哼击着 利宁本来怒火冲天 一口咬下去 火气消了点 感觉到女人的讨好 火气又消了点 再听她的哼击 火气彻底消没了 她松开她 低头看了一眼她的脖梗 伸出舌头 在伤口上轻轻地舔了两下 嘴里却还恶狠狠道 姓安的 你下次要再敢捡一寸头 那我就 安芝当时就笑了 斜着眼睛看她 利宁我救了半天 也没有说出什么来 又怕在女人面前丢面子 于是 只有用吻来堵住自己的嘴 就在安芝觉得自己快死在这个纹里的时候 利宁松开了她 看着她水汪汪的眼睛 立声道 我就让你永远下不了床 安芝身体一震 立刻乖乖地点点头 表示自己永远会听话 那个姓张的女人 过来 叫我 张大龙颠颠颠地跑过来 一本正经地抛了个媚眼 少爷 有事您说话 怎么混进来的 迷晕了两个下人 换了他们的衣服 然后黑了那条线的监控 装饰你家女人画的 少爷请相信我 我真的只是个打酱油的 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家女人搞出来的 第七百九十八集 有你 不怕 利宁听完 在安芝的腰上 又狠狠掐了一把 一会儿你负责 处理掉那两个人 把那条监控接上去 还有 所有状怨中的监控 你帮我再做一遍安防 那她呢 她现在是我的贴身下人 负责我一日三餐 还有睡觉 必须和我寸步不离 靠 我这命啊 出病前的最后一个夜晚 偌大的庄园 几乎三步一缸 四步一哨 灵堂里 厉大哨厉二哨 孝子贤孙装够了 再说大晚上的 也没有人看 两人对视一眼 拉着各自的女人 回到房里风流快活去了 几个历情生前的女人 倒是对她 还有几分念想 坚守阵地 丽宁上过最后一炷香 与灰狼对视一个眼神后 离开灵堂 灰狼最后叮嘱了一声 正要跟过去 远远地就看到一个下人模样的小男仆 颠颠地跟在少爷身后 少爷突然转过身 小男仆吓得推后了两步 身体瑟瑟发抖 灰狼勾唇 挪开了视线 这世上看到少爷不害怕的人 有几个 手机震动了下 是乱码发来的消息 上面写着一行字 还有四个小时 天就亮了 灰狼 默然抬头 看了看天 慢慢地微笑起来 丽宁 我们谈一谈 蒋叶从台阶上走下来 挡住了去路 丽宁抬起眉毛 眼角的余光 看了眼身后的人 淡淡道 蒋叶 有些话 不需要说得太明白 我还没有说 你怎么就知道 我会说得迷目明白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正是认识很多年 所以我才听你真心地说一句 蒋叶目光锐利地 朝丽宁身后的仆人看过去 你 忙你的去 小男仆 似乎被蒋大小姐眼里的 寒光吓到了 芒低眉顺目地 从他身边走过 走到他身后时 小男仆顿足 回首 目光凶狠地 朝丽宁瞪了一眼 丽宁眉梢勾勾着 和煦的表情一闪而过 唇动得极慢 蒋叶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站在我这一边 我欢迎 如果你选择了我的队里面 我也不在意 这话说完 眼角的余光看到 小男仆扭头走了 丽宁的眉眼更深了些 你 丽宁 都到这个分上了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后果吗 不需要考虑 我不喜欢任何人的威胁 哪怕是你 说完 丽宁与他措身而过 丽宁忙了好几天 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 都已经很累了 一回房 他就把头 震在冰冷的水枕上 目光淡而沉 几分钟后 门被悄悄推开 还没有等他的嘴角往上勾 女人温柔的身体 就扑了上来 一睁眼 安芝笑眯眯的脸 就在头顶上方 胆子真大 安芝脸上的表情 是温和浅全的 唉 怎么了 剪了短发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怎么我扑过来 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说完 安芝故意伸手 在他腰上掐了一把 明天你还要在我身边 站一整天 我要是有反应了 我怕你吃不消 可是 有情敌啊 丽宁听了 很自然地揽了下 他的后脑勺 掌心贴了贴 他的头发丝 鲜短 一触就松 安芝觉得 自己的后脑勺 开出一朵 滚烫滚烫的烟花 丽宁就是翻了个身 把他搂在怀里 唇在他的嘴边亲了亲 情敌是什么玩意儿 也不知道 乖 放这睡一会儿 唇上 也开出一朵滚烫滚烫的烟花 安芝幸福地眯起眼睛 其实那句话他读懂了 就是故意没事找事问问 睡不着 你呢 本来是睡得着的 你在 睡不着了 明天早上几点开始啊 八点 那就还能抱四个小时啊 你睡 我守着你 那我先眯一会儿 七点钟 你准时叫我 好的 我的 忧郁王子 丽宁气笑了 故意用身体顶了顶他 眼睛一闭 立刻就陷入了深睡眠 均匀的呼吸传来 安芝脸上的笑沉了下来 坐了两个小时的仆人 和这个男人寸步不离 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眼皮子底下 看她谈吐游刃有余 看她每一个表情的切换 都拿捏得精准 看多了才明白 做历史社团的一把手 真的不容易 安芝目光迟迟茫然 跟点学似的盯着她的脸 一动不动 三个小时 短得就像是只眨了个眼睛似的 安芝一推 丽宁瞬间就醒了 她从床上一咕噜爬起来 走到卫生巾刷牙 洗脸 冲澡 换衣服 再走出来时 整个人的气质 变得和往常不大一样 往常她是那种 带着劲的冷酷 但今天 她将所有的锋芒 脸了下去 反倒显得很沉稳 过来 她向安芝招招手 利宁高安芝一个半脑袋 安芝需要仰着脸 才能看到她的唇 她没有说话 只是往她手里塞了一样东西 安芝低头看了一眼 心扑通扑通直跳 竟然是一把精致的小手枪 会用吗 会 贴身收起来 好 怕吗 怕 但是有你 不怕 好姑娘 这里的事情解决后 我会让丽室走正路 最多两年 好啊 反正你是我的 跑不掉了 别总讲男人的话说 我现在就是个男人啊 葬礼八点正式开始 庄园里黑压压的一片 都是重要的宾客 很多都是平常 只能在电视新闻里 才能看到的大人物 第七百九十九集 突变 张大龙退了退一旁的安男仆 喂 你说 我要不要上去 要给签名什么的 可以要 如果你不害怕 被他们保安 按在地上摩擦的话 靠 谁摩擦谁还不一定呢 一定是他们摩擦你 为什么 因为人多啊 虽然今天来的客人很多 但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客人身后 至少有三个以上的贴身报标 而且整个庄园里 安保力量惊人 他们有的围在外围 有的打扮成宾客 混迹在当中 这些人 统一的标志是 耳朵里带着耳塞 统一听从一个人指挥 那个人就是 灰狼 目光落在灰狼身上 连对人脸极为挑剔的安芝 都不得不承认 这张脸除了黑一点外 长得是真好 他跟在利宁的身旁并不逊色 却安静得像一个影子 半点都没有喧宾夺主 安芝笑笑 正打算把视线移到男人身上 要是被男人知道 你在看别的男人 估计 突然 安芝瞳孔急剧扩张 默然睁眼去看 却只看到 灰狼引着两位西装革履的客人 走进正厅 喂 又犯话痴了 我和你说 眼神别太露骨 当心被人看出来 嗯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 算了 我什么都没有说 你们热恋中的女人呢 不都这样的吗 安芝却没有理他 扭头就跑 喂 你去哪儿啊 张大龙被他吓了一大跳 赶紧跟上去 却没想到 脚底下穿了双女士高跟鞋 脚一歪 差点摔个狗吃屎 靠 这该死的女人 要不是小宁宁 张大龙咒骂了一声 从地上爬起来 一瘸一拐地跟过去 十点钟 及时到 丽情的棺材 被抬出庄园 抬上灵车 丽宁捧着照片 走在第一个 随棺材上了灵车 上车的瞬间 他眼角的余光 扫了眼某个方向 失望的是 没有看到那头短发 他不动声色地弯下腰 迅速钻进车里 丽氏的祖坟 在太平洋的一个海岛上 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 下葬的过程很顺利 丽老大和丽老二 半点幺蛾子都没有出 甚至在棺材落地的时候 这两人哭得跟个累人似的 回程的路 孝子贤孙不用坐灵车 丽宁钻进了他 坐惯的防弹车里 刚系好安全带 突然就听到 砰的一声 车子被人重重一撞 灰狼就向头 瞬间发动的猎豹 把驾驶员拉下来后 自己跳上了驾驶位 少爷 是大少爷和二少爷他们发动了 话音刚落 就看到刚刚下葬的墓地里 发出一声巨响 随即 滚滚浓烟从墓地里喷射出来 翻腾着升上了天空 浓烟里 隐约可见几块 被炸得飞了起来的棺材板 该死的 丽宁一下红了眼 脸上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防着他们在庄园里坐手脚 却不想 他们把手脚 直接坐到了墓地里 而且 还把棺材炸了 一帮子畜生啊 无数辆黑色的车 从半山腰冲了下来 车上都是 石枪核弹的军人 灰狼一边发动车子 一边吼道 少爷 这些都是非国的护用兵 怎么先撤 利宁冷静地环视一圈 见四下宾客的车辆 像屋头苍蝇乱窜 心里立刻有了主意 引开他们 走 车轮在地上急速地旋转 发出阵阵轰鸣声 灰狼一手我方向盘 一手挂挡位 油门一脚踩到底后 车子像离弦的剑一样 直冲出去 奇怪 我的小宁宁 怎么移动得这么快啊 她在老子的丧礼上 玩速度与激情 这不合适吧 张大龙看了眼窗前 正在玩担反的女人 真有种想把人掐死的冲动 这个女人神经病一样地 跑回房间 神经病一样地 摆弄那只相机 左拍右拍 整整两个小时 没挪过脚 这是哪门子的灵感来了 要她这么专注啊 眼看着电脑上的点 移动得越来越快 张大龙不淡定了 立刻跑到窗前 她这才发现 安芝的手机就摆在窗户上 界面和她电脑上的界面 一模一样 你知道了 那边应该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废话 否则跑那么快干什么 女人 咱们怎么办 去 还是等啊 等 这点小事应该难不倒她 咱们不能让她分心 话音刚落 电脑突然响起了报警的声音 把两人都吓了一大跳 张大龙立即反应过来 是那小木屋里 有人入侵进去啊 你在小木屋里做了安防 当然 我是谁啊 张大龙手指迅速在键盘上敲打几下 屏幕上立刻出现小木屋的画面 画面里 几个带着头套的男人 一脚踹开木门 为首地做了个手势后 身后的人四下分散 从各个角度入侵了进去 我去 这帮人是职业的啊 张大龙心有余悸地看了安芝一眼 心道 要不是这个女人 作天作地地坐到丽宁身边 自己现在 就是个死人了 安芝收起照相机 沉着脸道 容哥 丽宁不是让你把庄园安防 重新做一遍吗 对啊 做了 怎么了 你把安防系统调出来 让我看看 看什么看啊 你看得懂吗 张大龙一边嘀咕 一边还是把安防图片调出来给安芝看 刚打开 他的眼睛立刻就直了 我天 有人在破坏这个庄园的安防系统 看 这里 这里 那里 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报警系统失灵 所有的摄像头黑屏 红外线 被切断 外人 可以从四面八方进来 哎呀 他现在 暂时还进不来 哈哈哈哈 张大龙几乎是非奔保书桌前 还没等电脑放平稳 手指就敲开了 娘的 我龙爷设的安防 你也能破了 来来来 看龙爷 我再给你们加点难度 但打毒都不行 你们来维欧 靠 有没有职业道德啊 对方加了多少人 一二三四 七个 那七个高手 维欧我一个啊 本集播讲完毕 记得订阅 下集更加精彩